好 各位伙伴 大家晚安 晚安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到这边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讲的荣幸不是客套话是真的很荣幸 刚才跟副教长讲说 其实我出生以后我是住在基隆 在基隆住到六岁 然后才搬到首山去 因为我爸爸是开船的工程师 所以那时候就是 但是就有一个印象 因为很小就离开了 最后印象就是 那个山坡要爬 一只大黑狗 然后呢还有满满的萤火虫 这是我小时候唯一 对基隆只剩下这三个印象 这样子 然后后来离开了以后 然后最近把人又陆陆续续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时间可以到基隆 那有时候我就一直很想问我父亲说 欸我们小时候住的地方到哪里 他只有说那是那个开船的宿舍 我也不晓得现在在什么地方 也许有那是木造的日式的那种保持 现在就不见了 那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会跟大家大概会分成三个部分 来跟大家做讨论 第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大概就是 我想各位参加千里步道 的一个步道学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来讲的话 应该是对大自然是很有出去的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爱之是足以害之 很多的山里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步道 就去了以后 开始有一些破坏 有一些影响 所以呢 在我们的一个 应该说我们的思考逻辑里面 应该是说 我喜欢它 那我希望它能够一直不断的存在这个地方 那同时来讲的话 我不是只喜欢走路而已 对不对 我还希望说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 有动物啊 植物啊等等之类的 我不晓得在场有人是 常常有做野外观察吗 有没有 主要是做什么观察 因为我是市政府团体之风 但是是自然配合东西的观察吗 对 老师有时候会带我们到户外去 介绍一些植物 哦 有 了解 了解 那有那个赏鸟习惯的人 在场没有赏鸟习惯 好 我要讲这件事情 是很有趣的是说 我最早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台中是在科学科广 我那时候 大家知道科广的工作就是 你想像中那种就是 没事都是跑到山林里面去 然后到处去 然后做调查 那时候我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观察经验 我们科广里面的调查的人员 应该是台湾首屈一指 因为我们要采集到 很多人不知道的东西 有一次联合采集 联合采集很特别 也就是说 这类群所有的专家都要到 然后呢 有植物的 有动物的 有分青蛙的 蛇的 然后鳥肋的 各式各样的都有 然后呢 去 那因为我们 虽然是做一样路线的调查 但是因为 我们所需要的调查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我们并没有一起走 而且一起走有时候也不太好 因为会造成一些干碗 再加上時間來講也不一樣 有的人是日間部的 有的人是夜間部的 然後他會切開 那時候就有一個很特別的一種感覺 就是說我們去總會愛送 然後我就聽到植物的同事就想說 哇 今天這裡收穫非常多 我們看到好多的藍花 然後呢 我那時候我是做青蛙舌的 我回頭說有嗎 我沒有看到 然後呢 有同人就說 哇 今天那個鳥啊 看到好多種的鳥類啊等等之類的 那其他人就看到說有嗎 那我剛才講說 其實我也看到好多條蛇啊 蜥蜴啊這些東西 那每個人回頭看有嗎 我講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只是跟各位講 樹葉有專攻 所以大家來講說 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現在才開始去認識這些動詞物 到底來不來得及 跟各位講 絕對來得及 因為免疫很簡單 有一些事情啊 就是職業跟業餘的 大家不要小看業餘的 在一個地方你蹲點越久 越餘的話語權是越大 所以當然 我是不是比那個 比如說台大教授 或什麼什麼地方的老師 要來得比他高明 如果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然後就說你是沒有經驗 他是奏這個學歌 他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 他能挖掘到你挖掘不到東西 但是你在這地方天天看 早上看晚上看 看久了 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你家了 是不是 所以呢 當然在家裡面 有什麼樣的擺設 等等之類 你是比他高幹的 所以 略餘的 大家請注意一下 不要 第一件事情跟大家講 不要忘記匪伏 就是說 我看到一些東西 會想說 這東西真的很值得說嗎 或者這真的有什麼了不起的嗎 跟各位講 你有可能發現很了不起的事情 講的笑容給你們聽 我們有一次採集隊出去了以後 然後聯絡採集回來 然後大家就 突然就是植物 植物那邊就是 到處來找我們 他說 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植物 他就有一個塑膠袋裡面 就有一個植物 就是在那標本袋裡面 我們說 我們不是搞植物 怎麼知道你們有植物呢 他們說 他們做植物調查的人 有一個習慣 他一定會做很詳細的標籤 對不對 那有很多的記錄 所有的東西都有標 唯獨這一袋沒有標 但是這一袋的植物就是 我認不出來的植物 很特別喔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繼續找 沒有一個人認得出來 結果後來 那怎麼辦 你原先的路衝走一次 大家懂我意思嗎 走三天就走三天 你走五天就走五天 所以發分 然後 一路上大家就在想說 這個植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人認出來 後來就想說 死馬到頭馬一 然後就找到那個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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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植物 阿伯 他當然有啊 怎麼沒有 在哪裡 他說 這個喔 這個就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控清菜 那我意思嗎 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台灣來講 我們的物種真的非常的反多 我們的物種來講 因為我們的地景 還有我們的生態的資源的複雜性 還有我們的多量性 所以你隨時都可以發現 你從來沒有發現過的東西 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東西 那在我們的基隆這個地方來講 非常非常就有可能發現 以前過去都沒有人注意到東西 我又講到基隆 但是怎麼樣 我到南陀就是講南陀 到苗栗圈 到苗栗圈 不是 基隆有他的特殊字 這一次 等一下會跟他做個分享 那我的習慣是 各位如果有問題 或者是有一些東西想要分享 請隨時打斷 我喜歡用互動式的方式 那一路這樣子講下去 有時候也很悶悶 那所以 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 甚至有一些建議來講的話 都非常鼓勵 大家是 我們是夥伴 所以大家互相的交流 好 第一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釐清的 生態跟生物 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今天我們在 做很多的調查 我們是做生物調查 我們認識 你叫什麼名字 生態來講的話 會知道是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簡單來講 大概是這樣 等一下會再多說一點 那我們當然我們希望說 我們這堂課 我們可以認識到很多的 動物的植物這些物種 但是在走這步道的時候 我更在乎的是 它跟我有沒有產生一些互動 而這互動來講的話 是好的互動還是不好的互動 這是我們不要在乎的 所以呢 生態學我們來看一下 學術上面的定義 大家只要看最下面的這個叫做 研究生物與生物 還有生物團體間交流作用的一門學問 聽起來好像很對 你看什麼東西 只要搞到學術的東西 聽起來大家就想睡覺 對不對 但是生態學跟一般的科學 比較不一樣 它比較容易用人的角度去體認 什麼意思 因為人也是物種的一種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跟你談 什麼生態什麼生態 大家不要一下子被到東西給迷惑 想說我不是搞最好的 只要你是人 你的生態比誰都了解 所以將心比心 然後把你的經驗套過去 通常也都適用 舉個例子 我們把這句話用人套進去 你看他在講什麼東西 太好人與人 人與社會環境間交流作用的一門學位 叫做人的生態 好像還是有點聽不太懂對不對 我們人的生態 我們用另外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名詞 來去取代 就叫做什麼 人際關係 所以一個人 一個物種 他在這個時候 他很扮演某種關係 我在家裡面 我是 對不對 是個家長 到了學校來講 我是老師 到了辦公室來講 我是一個工作人員 對不對 我雖然 我還是我 但是我在不同的地方 我會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生態學 要看考是 你的角色是什麼 所以 觀察力 就變得非常重要 一般人 我只是說 他叫什麼名字 那我們更進一步 是 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那 讓人回到 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我跟你是 或者是 我不想干擾你 現在正在活動的這些過程 等等之類 那更進一步 回到我們的地道 我們更在乎的是 我們欣賞到你 但是呢 我不影響到你 是不是 更進一步 搞不好 我因為我經過了觀察 跟了解完又 我還可以為你做什麼事情 那我希望跟你產生良好的關係 我們所以從人性關係 維持良好的人性關係 擴大成為維持良好的生物性關係 我把更多 照顧我的家人的範疇 照顧到更多的環境的 一個基本概念 所以 當我們在談生態資源探索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 我不是要知道 它叫什麼名字 我要知道 它跟我是什麼關係 就是我可能 不用知道 它很正確的名字 或者是很最低階的 見你們看 各十五種 那些東西 但是你很清楚知道 你跟我是什麼關係 這個關係其實才是 跟它叫什麼名字來講的話 關係其實更加重要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們就像剛才講到 它在這個地方 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會隨著它在不同的空間裡面 它會有不同的這種角色的扮演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是 空間上面的瞭解 譬如說 譬如說 晃山 對不對 這邊 這地方因為有一個草折 所以它會有櫻火蟲 對不對 這邊來講的話 有紳士風蛋餅 所以它會有飛樹 這地方呢 有幾棵樹 這個下面有一些 有這個 有這個 穿山甲 是不是 所以我是從空間上面 它的需求 然後呢 我可以知道 它在什麼樣的地方活動 所以呢 你要看到一些東西 你必須對它要有所了解 你如果你對它不瞭解 就像 對像我剛才講到的 很多人看到的東西 我們都看不到 視而不見 對不對 因為它知道 到這個地方我看到這棵樹 我認為可能會有什麼鳥 然後我看 果然看到什麼鳥在這邊 然後做植物人走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會有蘭花 所以我去找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蘭花 那我看到這個地方看起來 好像有青蛙有蛇 會躲在哪裡 那我就去看它 所以 不其而喻這種事情來講的話 不太常見 我們通常是 跑到人家的門口去堵人家 是不是 這是可能更實際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對它了解完了以後 你看得到走一樣的路 花一樣的時間 但是你看到的東西 跟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不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還是要從一個物種裡面 來瞭解 大家怎麼會知道 有動物跟植物 但我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物種來講 它是辦什麼樣的角色 對不對 所以它是有優勢的 這個地方常見的 是不是 還是它是很稀有的 或者是它是特有的 用很多的東西來講的話 簡單來特有就是 只有這個地方有 所以台灣特有種 就是說全世界只有台灣有 台灣的特有種非常多 原因很簡單 等一下有人稍微提到了 但是跟我們是一個島嶼有關係 所以有很多的地域和歌曲 但是我們這個島嶼夠大 所以它們過容納的這種數量比較多 然後呢 因為歌曲完了以後 它們自然就會演化 演化完以後就出來更加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呢 還有 還有一些是我很關切的 我很載入的 然後包括像是老樹啊 大樹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不是只要知道它的名字 我要更知道它所賦予它 它們在扮演的角色是怎麼樣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大概也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 所以呢 你看的東西不一樣 你使用的道具不一樣 你能夠撈到看到或者是 這個可以體驗到的物種來講的話 也是不一樣 所以我看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有這個小型哺乳類啊 有這些物種 那讓人用眼睛看 其實哺乳動物 很多都是夜間母的 所以呢 晚上的這種調查 大家有時候 可能在山裡面 就會看出來 比較早期 現在可能比較少了 抓那個兔子的人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夜間探燒燈 照著飛鼠啊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有時候會用一些陷阱 然後最強其實 因為鼓舞動物它其實它 因為它鼓舞動物也很強 所以常常一閃就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除非說你很久今天要不然 你要看到 這很多的鼓舞動物 特別是比較中打型的本尊 比較難 通常我們都看什麼東西 是看它的天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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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腳印啊 濕腎的東西啊 然後呢 它的便便 它的校正有三腔 對不對 跟狗教的 對不對 它經過了它的獸勁 穿山腳的洞穴 有一些東西的爪痕 那個野豬的拱橫 對不對 還有一些多的濕體 那帶科技所賜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這種 紅外線相機 慢慢就可以拍到這些入手的影像 這是我們比較常用的一些道具 所以你要看到什麼不同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了解什麼不同的東西 那你要用的東西 要用的設備 或者是這種觀察技術來講的話就不一樣 早期 我們有很大的類型就是蝙蝠 蝙蝠過去來講的話很難看得到對不對 它就算看得到你也只能夠判斷 這蝙蝠 你能拿把它弄下來 但是現在剛剛要超一波 偵測的手次 所以也會有一點進去 那看到這些東西 當然就會有一些 這個物種 這個像這個白面無鼠對不對 就很可愛 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開始分大類 然後越來越看就越看越細 那你就會輕鬆 可是我有問題 那超一波的聲音 它是爆風聲 超一波去 錄它的聲音 錄它的聲音 所以它不會就是 到臉部就是感受到別的聲音 都會爆風 不會 它是接受 就好像照相也 不對 不能想 照相有時候會有那個閃光燈 基本上就是你不用閃光燈 它就是 你說瘦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不會對它造成感染 對 當然 大家知道嗎 有些調查 它的那個狀況 你剛才講到 那是另外一種調查 它用回波 就是 大家知道 那個東西 很多物種會叫 我們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球 所以 所以呢 這種就是 比如說 這樣做它的八色鳥調查 你怎麼知道 這地方有哪去爆聲 那很簡單 就是把它叫出來 就是放一段聲音 然後呢 八色鳥有的 它在求我的時候 它就很生氣 怎麼這地方有人來冒犯 所以 它也會在跟你 互相叫囂 就對了 那你說喔 這邊有事 差不多是這個 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 這 這只是跟大家講說 很多的物種來講的話 它其實 這個 不要怕 很多鼠背 其實是很可愛的 像是草鼠 之類的 那你看 這個草鼠做的多 有沒有 這個 那它有什麼 那個岩鼠對不對 那個 那個 看到 那個圖上面 啊 堆起 一個像隧道一樣的 那就是 這個 很嚴肅 好 那 這個是跟大家講 就是說 我們怎麼照到蝙蝠 這上面有沒有蝙蝠 因為我們通常是從它的臉面 所以 看臉面 對濃度類調查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它就告訴你說 嗯 對不對 廁所找到了 所以你比較簡直到 它是很生在什麼地方 大概是這樣的 那有一些痕跡啊 等等之類的 山豬的 然後 山豬的 洞穴 這也是一樣 都是台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多的同事 很專業就很厲害 他只要看很多片面 他就知道說 這是誰的 這樣子 好 這是蝙蝠嘛 對不對 有沒有怪怪的 聽到說 對啦 我真的覺得 早聽到說 好 那這是點途真摄影 台灣的點途其實 但應該講到那個科技所示 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 新的種類一直不斷的被發生 跟發援 所以我們可以 因為有時候要把它刷下來不容易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 音頻跟CIO 這個是比較科技的這些事情 這邊 只是跟大家講解說 好 那我們 有一陣子 我們在做那個 很擔心 就是 台灣那種洞穴型的蝙蝠 可能都消失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要叫蝙蝠洞 的地方都沒有蝙蝠 很多的干擾等等之類的 所以大家都很擔心說 那洞穴型的蝙蝠到哪去 結果後來就發現 其實有很多都跑到什麼 像高速公路下面的巷潭 還有很多的橋的下面 有一些陰暗的那個角落 他就躲進去了 像這個是一些排水巷 然後就是看到很多 找蝙蝠在這個地方 像高速公路局也還不錯 他們就說 那反正是空間就在那個地方 可以讓蝙蝠用嗎 他們就說 這個蝙蝠需要什麼樣 他們就可以為他做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找那個比較 施工品質比較差的包商 為什麼 因為上面就會有點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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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就是這樣 這是開玩笑的 但意思是怎麼樣 其實台灣的物種 就跟我們台灣人一樣 它生命力是非常的強 嫩性是很強的 你只要給它一點 它就可以活得下去 但是我們台灣常常一點都不給人家 這是我們很可惜的一個事情 它這有些自動相機的架設 就大概照 因為有些物種就是這個 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 那自動相機比較難的就是說 你要能夠去判斷它是什麼樣的物種 但有時候來講話也會不看 像這裡面來講話到底有幾隻 對不對 你看這邊要看到 這邊還有一隻 對不對 很難 那有一些是 這也是一些物種 鳥類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有水鳥有牧羊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鳥在不同的地方 你的調查方法也都不太一樣 那這是一樣 這是鳥類調查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最常看到就是母親 對不對 像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大蠻蠻蠻應該是經常 對不對 黑鱗也是經常可見的 那有一些 請大家注意 那鳥不是只有在天上飛的 也有很多在地上跑的 對不對 這個智蠻類的 這個新物種 那有的是住在森林裡面的 有的住在西邊的 那這個是 所以很多人講說那個 蹄蚝 這個就是那個中山驗住的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它變成什麼 混凝土的蹄蚝它就沒有了 那這個水鳥 這魚蚊 這個漁蚊 漲草的時候 那個 會淹到牠對不對 所以牠要找地方休息 那就是牠要飛到這個地方 牠為什麼不飛到那個林子裡面去 因為這邊的鳥 牠的喜歡是這樣子 就是說 飛到林子 牠其實牠非常的恐慌 因為有很多的老命 等等之類的 牠都不知道牠們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水鳥來講的話 牠們就是要在這樣 很恐慌的地方 遠遠如果有一隻狗 我遠遠就看到牠了 所以牠希望是 我很容易看到敵人靠近火 所以有所警覺的 我這邊我只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你不了解牠 常常大家會做一些事情 是我為你好 但是事實上 你沒有站在牠的角度 那其實做出來的東西 這東西未必是 只是你自己認為的好 牠未必可以得到不錯 所以詳細的觀察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青蛙也是一樣 對不對 除了看到牠以外 當然很重要就是去聽牠的叫聲 對不對 這個 台灣的青蛙的準備也非常的多 我們這山區 也是有各式各樣的青蛙 那老師 我在科學戰略博物館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年的特別的計畫 那時候叫做日本蘇花 後來改名字叫做 中式蘇花 最右下 日本蘇花又叫溫泉花 它在水溫比較高的地方 它會出現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 全台灣的 我花了一年時間 去了全台灣的野系溫泉 然後呢 一個都沒跑到 所以那時候 我那時候應該出了 叫做台灣野系地主什麼之類的 好不好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 年輕的時候不懂 是只知道工作 是不是 那我這邊也會講 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就是這樣 它就在你的生活的周邊 其實 稍微留意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特別是像青蛙這樣子的物 那你看 台灣的各式各樣的都很漂亮 那當然 三條魚也是屬於什麼 氧氣墊 對不對 請各位 不要把它 跟那個蜥蜴混在一起 好 那爬蟲可以來講 當然也是可遇不可求 我們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有很多蛇啊 蜥蜴啊 烏龜啊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去搬 搬他 他就會躲在一些 呼之落葉啊 師父後面啊 然後去找他 那 蜥蜴啊 對不對 烏龜 蛇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是 這是這樣的蛇 那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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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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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很專業 對不對 其實 蛇長久以來 被人類污名化很久了 但事實上來講的話 他其實 對人類的貢獻也非常的大 有的 很多很特殊的疾病 都是用蛇毒 台灣早期的那個蛇毒的嚴重 在全世界是很有名氣的 那蝴蝶 對不對 也是一樣 台灣以前也造蝴蝶王國 我們有各式各樣漂亮的蝴蝶 我們有各式各樣漂亮的蝴蝶 有都市 都市可以看得見的 然後 這 粉蝶、蝴蝶、農蝶 這個 毛毛蟲 那有個 很大量 那這邊就很快地帶出去 蝶蝶 其實 台灣的蝶蝶 我一直覺得不蘇蝴蝶 我們台灣的蝶蝶 也非常的好愛 對 你看我們得到豆苗 對 你看它的顏色得到鮮艷 而且很多的蝴蝶 年紀小跟年紀大 長得不一樣 公個母的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它是非常的繽紛的 這樣子 像這是 五八公斤 很常識 對不對 也是 我們這邊也都可以看得到 那些蝴蝶啊 都比較少見 好 在這邊只能跟大家講到好 就是說 這個大概都是 這些類群 都有機會在你的 這種步道上面 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只要你稍微留意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這地方不是只有很多的樹啊 很多植物在這地方 那有很多動物在那邊來來去去 但是就像我一開始跟大家講 動物之所有會動 所以呢 那你就必要知道 這個地方對它來講 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就 你越了解的話 你就知道 它在什麼時候 或在什麼樣 特別的這種 比如說經節 對不對 有些果實成熟的時候 它就會就見它等等之類的 越了解的話 你就越容易看得到它 那我們在做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有一些 更辛苦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 它的相關的證記錄 那你越來越專業 然後到最後 就變成是我們台灣一個 這個公民科學家 這樣子的假設 那這些資料來講的話 都可以 如果你不曉得 我到這個地方來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 有什麼樣的物種 那你可以先去查一些資料庫 那最重要來講的話 是 或是這些 因為 等一下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 是 TBN 這也是大家出作業 我們大概在兩年前 你看我們台灣有那麼多資料庫 但是後來大家都覺得 那麼多資料庫其實是很混亂 所以 目前我們國家就是 請特有生活保護中心 去把這些資料庫全都做個設定 叫做生物多安市網絡 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做個介紹 因為 直接就在上網操作 所以 這個後面 那這也是出作業 因為 一直有講說出作業 出作業 我先把作業先說一下 就是 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個系統 然後呢 你只要把它的那個 你所想要了解的空間 把它圈出來 它就可以告訴你在這個地方 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是知道 我想這可能是對大家最重要的 對不對 就像剛才講到 你要觀察到一些東西 你要知道 過去有沒有人在這邊看過它 那有看過它 當然連你去找它的出現的機會 會越高 大概是這樣 越了解 越容易看得到 好 那在做真心調查的時候 也請各位一定要特別留意 你既然你是一個觀察的人 你就不要去干擾它 你不要去理想它 你不要造成它的困擾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一直在這邊很快樂的生活 跟你做愉快的互動 而不是看一次少一次 看一次少一次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所以呢 一定要減低它的歹勞 然後如果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不要補到跟採集 你當然把它帶回家 然後呢 這個其實 真的有本事 就是常常到尾外全看到它 那如果說你真的到 譬如說 我真的到看它的一些特徵 等等之類 你不要傷害它 那晚以後呢 你把它放走 或者說 有些地方你把它撥開來 然後呢 要看仔細一點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 就把它復原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是合法的一個 那做調查還是 希望就是大家 還是要解答 在野外 還是有各式各樣的工錢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解答得起 這有很多的 這些調查奇才 就是我們常用的 那就是 就走不太遠 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 好 那回到剛才講到 一開始 就埋上那個附近 就是 那我們 在基隆 在 我把它扣大一點 大台北地區 新北台北基隆 大概就是這樣 那 我們在這邊 深海到底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在這邊 我還是說 我今天 如果說我真的要看到好的地方 我就要去阿里山啊 我就要去 這個 中央山脈啊 跑到這個地方來看 這樣我們都看得到東西 還是 這周邊就有這些路頭 那我們就要先知道 我不要早期的時候呢 這個 那時候很多人都在推所謂的 生態城市 對不對 生態城市 那時候 包括說 很多人都在想說 德國啦 或歐洲 他們有很多的城市 綠化都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就是想要 這個展現 這個好像是都市在這個 綠化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感受 最有名的當然就是 新加坡對不對 新加坡他們綠化 他們 我常常講說 他們的策略叫做 見縫差數 只要看到一個空間 我的數就把它扛進去 大概是做到這樣 那我們就開始學習他們 開始做很多綠化品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 就請了這些國外的專家 到台灣 然後就說 嗯 我們台北 大台北來講話 是不是有發展成生態城市 這樣生態地位 這樣子的條件 那很多歐洲的這些人 會跟你講就是說 蛤 你們已經是 你們覺得很浪悶 這是什麼一回事 原因很簡單 你看 整個台北的發展 我們知道它是個本地 它的發展是非常不均勻的 即使是台北的周邊 也很多的淺山 那當然我們還有什麼 陽明山對不對 那一直連換到我們 西隆這一帶 北海岸或者是 東北角這一帶 這其實都有很多的 這種淺山環境 是 就是很很珍貴 然後 有很多物種在那邊吸吸 然後 這是人家沒有的地方 你看全世界的城市裡面來講 它周邊 它開發都很多上台年的 你說它周邊還剩下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有 所以對他們而言 一個都會 這麼大的都會區域裡面 還擁有這麼多的生態 在全世界是極為罕見 我們 我常常覺得我們 台灣人好像常常生在福中不知福 當我們在講說 學習別人 追求一些別人發展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都忘記了我們自己本身的條件 台灣自己本身是 那外國人非常著迷的一些條件存在 如果你去看一下我們台灣的物種 你會有很多三條線 那些名字都非常的怪 大家知道嗎 說德是赤蛙 說德是有什麼 這文法文就有種 對 是不是 好 有說德就有什麼 施文豪 對 有施文豪是判信 有施文豪是赤蛙 對不對 那到底是怎麼意思 請問一下有人姓施文豪 有人姓說德 這什麼意思 在早期 十六十七世紀那時候 大韓海時代 台灣是那種 就是國際貿易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呢 有很多有名的這些太險家 他都到過台灣 所以做了很多的採集 採集完了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去怎麼樣 不是我們 他們 就用台灣的物種來命名 他命名就好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 誰發姓 誰是老大 就取了他的名字 那你可以說我們 所以 那個 雲豪的模式的 雲豪的那個標本 就命名 這個雲豪嘛 對不對 那標本在哪裡 在大英國館 所以 曾經有人講說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好像有發現雲豪的中心 那你怎麼知道 這雲豪是走私的 還是從動物裡人跑出來的 因為只要是台灣人 就沒看過大英國館 那怎麼辦 你只能去大英國館就比對 是不是 這盡才是很遺憾 對不對 我正面我只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台灣 在別人裡面來講話 真的是保黨 但是我們自己不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那 在台北 除了說我們有很多的遣善 那 有些人會想說 為什麼要講淺山淺山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高山 所以我現在用淺山 來做這個事情嗎 淺山不走多 還是高山不走多 淺山不走多 各位 越高越冷 越不容易生活 會 你看那個 講難聽一點對不對 平地原住民 一定過得比高山原住民過得好啊 是不是 因為越冷 那個 東西就少 對不對 條件 那個生活就是大家想要說 就是比較困苦的 這種生活環境 但是呢 對很多的物種而言 它其實 這個淺山也是我們人類活動 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呢 它就沒地方去 那我們看很多的環境 它都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開發沒關係 這個物種來講的話 它在山上 這講得過去嗎 很難啊 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不要任何物種 任何人跟任何物種 我會選擇在這個地方住 就是認為 這個地方對我最合適 你不能跟我講說 你就可以旁邊 你可以地方去住 它就可以過不去 沒有這種事 所以在平地裡面的 比較低海拔地方的 台北樹 綠色的對不對 然後呢 說啊 這旁邊是101 你不要住了 好不好 往山上走 所以台北樹就好 那我爸的心意 就往上走一點 他又碰到誰 墨色樹蛙 這眼邊綠綠的啊 那墨色樹蛙 你怎麼會跑上來呢 這個你要跟我競爭很難 我在那邊 活得很愉快啊 這是基本上 這是我的生活的 你要 你也競爭不過我 要不然你再往上走一點 所以他又繼續往上走 他又碰到誰 翡翠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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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水蛙這個地方 對不對 你要怎麼跟我競爭呢 你要不然你就繼續往那個林子裡面走 他就碰到誰 陳腐樹蛙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很多這種平地的路種 過去我們做很多的調查 都往深山去做 但是都忽略了 深山你反而少去碰它 他其實他以前會很少是因為 你很少在那邊做調查 並不是他真的很少 是你不了解他 那調查完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他沒那麼少 但是回頭來去看 我們周邊以前 常見的路種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保育類 等等等級 很多升級的都是指什麼地方 都是平地前山的路種 所以不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沒有高山 所以跟大家講說 請你把眼睛放到前山 不是 即使站在全台灣 全世界的角度 很多人都已經把 國家公園保護區 這樣子的視角 拉回到我們的左邊 因為成立了國家公園 成立保護區 確實多多少少對它 都會有一些保障 但是呢 真正沒有辦法到國家公園 沒有辦法到保護區 這些路種 跟我們是生活非常的密集 也就是我們 步道常常會在那邊經過的地方 這些地方很多物種在那邊是 即即可的 所以 一年之間 你要味道好 它就可以 心心向榮 你如果說 你稍微不留意 你可能就是 它的最後一個看到它的人 所以這是 這是一個 在我們這個大台北地區裡面 來講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接下來來講話 這是 我們的這種 台灣來講話 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地形的破碎 地形的破碎 也就代表它的 複雜度是非常的高 它有好處 它也有壞處 那 我們的那個地形的那個變化了多快 大家知道嗎 我有個朋友 地上裡面 那時候高鐵 鋼風車 然後就到台灣來 然後說 帶它從那個 台北就是一路到那個 整個左林 然後 上車 我那個朋友 就看著窗戶 他就不理我了 然後呢 一下子 車子很壞 到擺床 然後到桃園 然後到桃園 我就有點 想說我是有點冒犯的 因為他一句話都跟我講 我就跟他講說 外面好看嗎 我說 我怎麼不會人家那麼笨 對對對 他回頭 他跟我講一下 就說 嗯 好看 然後又繼續看 我想說 這到底是沒有 然後 就這樣一路很悶 就這樣 就是到了 然後後來我就 後來下來 但是我也在思考 我真的沒有冒犯他 然後看起來 下車的時候 我看他他心情好像很不錯 我就說 我又問了一個很笨的 我說那你看到什麼 他說 真是精彩 那他開始跟我講說 你看 在台北下 是不是 然後那個都市的地段 然後一下子 進了那個林口台地 是不是 看到了那個環境 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開始那個 下雨 之後雨勢就比較小 是不是 然後呢 又經過了這個 新竹的這一帶 是不是 你看到那個幾下 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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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就是 新竹的那個 溪流的地景 應該講 頭銜溪那些環境 反正 一路往南 然後呢 天氣就開始 越來越清朗 然後呢 地景變化也 越來越多元 然後看到了平原啊 看到了很多這種 各式各樣的地景環境 所以他覺得他 很捨不得 離開他的視線 所以對很多事情 對我們而言 是好像 司空見慣對不對 在別人的眼裡面 它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也是 在那邊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 這個其實 這個是 這個 這個很特別的現象 那 對鳥類而言 台北地區 大台北地區 也是什麼樣 賞鳥的 很重要的地方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在整個的後鳥輕易裡面 這個 飛得很辛苦 比如說 要從北部 要到南部來的時候 哇 看到終於有路定下來了 對不對 因為很餓了 很累了對不對 那一路下來 那當然 台灣的北部就是 對不對 這最早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很多 像 鳥羊等等 所以都是 長鳥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 也可以看到一些 泥鳥等等之類的 是不是 另外一個就是 要 北版的時候 對不對 那北版 那接下來就是 要 這個 遠路重陽了 所以我要補級 對不對 所以我要在這邊 做最後的補級站 所以呢 在這邊就是 上山上之前的 最後一個 加油站 或者是 same up 對不對 你要趕快補級 因為補級完 上面接下來 就是沒有東西 可以補級了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這個區域裡面的 也是算是一個 很大一個特色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台北 是我們首善之區 我們有很多的調查 有很多的人 在這邊都有長足的 一些調查的經驗 所以你要蒐集到這些知識 其實也非常的容易 這個 這是一個 為什麼特別是講 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 裝飾原因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這是從一些 潛山的地圖裡面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整個這個區域裡面來講 你可以看這裡面 算是一些法定的區域 你可以看到生命啊 你可以看到實體啊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每個點 都代表是 有一些特殊的物種 或特殊的區域 或一些特殊的意義 所在那邊 基本上就是密密麻麻的 這邊只是 即使是台北市 講到最核心的地方 大家知道 台北市面積最大的土地 是什麼 南種土地是很危險 大安民公告 在那邊的聲明是最高 那為什麼 因為有個 陽明山 姑且不論 這個陽明山留下來 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總是它就留下來 是不是 所以呢 這是 在全世界為什麼人家講說 你整個大台北地區就是一個 生態城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看 你看紐約 你要看 他們有個 中央公園就跟你 炫耀的不得了 對不對 這算什麼 它有點類似這樣 所以 大家 不要一下子 就 開始去往那種 好像 人也罕至的地方去走 在台灣 你有一個 跟全世界其他地方 不一樣的福利 就是 生物都在你的左邊 比如說 這是在那個 七岩 那邊 對不對 七岩社區 這裡面我們去做調查 然後呢 我們就 就調查出來 有這些物種 這個 貓佛伊 那 這 等等之類的 那時候他們 台北市在推所謂的 這個時候 生態狼道 好 大家媽媽也都聽到這個字眼 對不對 生態狼道 然後呢 就希望說 這地方能夠建構出一個 生態狼道出來 所以 或者叫綠手指 這樣概念 那大家有看到什麼狼道嗎 這一條 還是這一條上面 哪一個叫狼道 或者他們講到綠手指 生態之遠 豐富的地方 像手指一樣 伸出去 讓物種可以從這地方 從陽明山從其他地方 可以靠過去 所以 那時候大家花了好多時間 才談 怎麼樣去建構 所謂的生態狼道 後來呢 我就跟台北市政府的人講說 我沒有看到 綠手指 我沒有看到 生態狼道 我只有看到什麼 黑手指 嗯 這一條 以前這整個七萬都是綠人 所以重點不在於什麼 重點不是在於那個物種 它可以從哪地方移動到什麼地方 而是我們人類的生機 到什麼地方 我們的拓外到什麼地方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關係來講話 是說 那我今天如果要維持這樣的結構 如果 那我應該在這個最上面 還有這個地方 我應該不要讓它繼續擴大下去 如果在黑手指 繼續往前 連起來 那當然這個圈牌就 完蛋了 被破裂掉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邊只能跟大家講說 第二 我們在這種潛山地帶 我們在 就是 我們已經侵入到了很多物種的生活範圍 但是 即使侵入到很多物種的生活範圍 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很多物種 生命力很強 你過去來講的話 你可以跟它共有共存 但是呢 這幾年來 我們的開發實在太快 快到 這些物種沒辦法適應 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們的開發速度 大家知道有多快嗎 我常常開玩笑 我說 我們過去二十年 就是過去二十年 對地球的改變 超過過去兩百年 是不是 大家可以理解嗎 我跟我的小孩 講說 我們以前 我們那個聯絡 就說沒有手機 我小孩 沒有想 無法想像 那個沒有手機 你們是怎麼樣聯絡 是不是 好 那大家知道 那個電話發明之前 你說 我那時候還用非多傳輸的 是不是 所以兩百年工業革命 是不是 你現在把 那個兩百年前的理論 我跟他講 現在我們的這個地球的發展 他們會覺得 像是什麼 神話世界一樣 是 那過去兩百年 對地球的改變 超過過去兩千年 過去兩千年 對地球改變 超過過去兩萬年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這個東西開啟好像 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這個改變的速度是快 但是這個地球前所未見 所以有各位講說 什麼 全球氣候變遷啊等等之類 跟大家講真的是來變 是不是 而且以後怎麼樣 速度只會更快 那不是說速度會更快 就是火車頭 其實我們現在我們 認錯了 我們知道錯了 那以後就是火車頭 給的那個燃料給的少一點 火車還是繼續往前跑啊 就算你完全不給它燃料 它也要一段時間 它才有辦法停下來啊 所以這種狀況來講 它就還是持續的進行 所以在我們這個角度裡面 我也很期待 各位就是說 你看到一些 在這個步道 在這三年活動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環境 認為有一些破壞的行為 或者有一些狀況 我們看到一些連署啊等等之類 請各位要勇敢的去參與 為什麼 你不要想說 這種是不是還有很多地方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最後一塊 你的參與就是維持這個地方 可以繼續 不會黑手指劃過去 最後的一次關鍵 所以在現在有很多的團體 越來越怎麼樣 這種守護自己的這種環境 這個希望能夠讓這些環境 能夠繼續的維持下去 這個越來越多這樣的守護 這樣的社團出現 那我當然也很期待 你去了解它以後 你知道它跟它關係 它更辛苦來講話 你也可以讓它有所控制 那如果有需要休息 各位做到幸福 幸福 就自由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即使在上西岩社區 對不對 這個是郭雪狐 他就在裡面 所以大家從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對於環境的改變來講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呢 在這從過去到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時間 速度非常的快 時間來講的話 也沒有很久遠對不對 1928年 所以很多的物種 都還在邊邊角角裡面 苟延長長 就在我們很多的步道的旁邊 是不是 因為步道 變成車道 大概就沒什麼機會了 對不對 變步道就代表 我們剛才講那個手指 它有可能 所以一個步道它可以變成是 讓你守護環境的一個工具 但是你處理不好 它就變成是破壞的一個工具 所以一來一往 那就差非常多 所以我們為什麼他們重視步道 因為這步道上面 維持步道或者是 這個走步道的 你的觀念 你是守護的概念 還是你是這種 就是說破壞的概念 那個其實 對於那個未來來講的話 完全是兩個 完全下達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你看在那麼熱道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自然之源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守護它 不難 但是呢 它要被破壞掉 也是就是一期之間 這個是在西田社區裡面 就發現在這個池子裡面 大概就差不多 就從那邊到這邊 也不到一個池子 裡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稀有的親戚 有很多的這種稀有的植物 在這邊生活 那樹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白蠟材 它就跟著這個皮膚子 跟無酒、白酒啊 這些生活 所以物種它就跟著親戚 跟這個動食物 就是一起 一起 這邊只是稍微拉出來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好有做一個這樣的調查 像金美溪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 金美溪也是在那種熱道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呢 就像這個地方 那它在很多的篩期 比如說從這個密渣 各個篩期 富良篩期 所以呢 在這個區塊裡面 雖然它是非常的開花 也算是很明顯 但是呢 因為它還是有很多的山系 有很多物種 它其實 它就是靠著金美溪 它的這種 所謂的冰溪旁邊的這個空階 在那邊來來去去 所以它 如果你把它處理得好 它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生態難道 公路通道啊等等之類的 物種就藉由它旁邊的高灘地 在那邊來來去去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高灘金 都變成是公園的話 都把它變成油氣的話 都把它變成很多的 都自行車道 那有可能就把唯一 還能夠去連接的這個地方 就把它破壞掉 最近我們看到好多的 對不對 動不動 現在我們說我們台灣 好像真的叫沒有錢 那我們看我們圖到很多的那種 什麼油氣設施啊 那種 那種那個 自行車道啊 等等之類的 那也 看來也花了非常多的錢 但是事實上 你本來你是想要去享受這些山林的 但是 有時候不小心你就變得怎麼樣了 欸 因為我做了太方便 把你不要的東西給弄壞了 那其實你走到這條路 反而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這個是一個很 很調整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下一個地方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有各式各樣的物質 在人們生活習習 對不對 像皇帝啊 對不對 當歸 然後有些惡素啊 等等之類 那 下一段就告訴大家 就是說 那你怎麼樣 可以知道 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資源 剛剛有跟大家講說 要跟大家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示範 這個是 第一個 當然就是基隆 我稍微查一下 基隆它是已經有一個生物狀行資料 所以你知道步驟 然後拿進去 它這裡面來講 它就有幾個點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大概也可以看出來 就說 欸 這地方的那個物種 大概分布了去 這是一個 我們自己本身 就是為了基隆而做的東西 但是呢 我真的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 所以大概只要Google一下 你就可以查到這個所謂的 台灣生物狀行網路 這是我剛才講到特身的 它收集了1000筆以上的這些資料路 剛才講到很多資料路 它把它整理起來了 大家看它幾乎已經到了多少 以前1300萬 還是已經開始了 對不對 所以跟大家講說 這個 有一個新的東西可以讓大家利用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從物種來找 捏片從資料 那我們來看資料 好 資料 所以呢 我這邊我就看 對不對 基隆 好 好 你可以放到很大 然後呢 你可以從這邊 又可以 正方形的 你也可以 就直接給它頂一個空間 不要說我就隨便點 你就這樣子 把頂一個這樣的空間 點起來 然後下面就找 好 你看 這地方來講的話 就 就 好 點這關車資料 沒有 沒有點成功 抱歉 好 所以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的一個結果 好 所以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這樣子的空間的一個結果 那你這邊你再點它的關車資料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那麼多的物種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下載關車資料 你可以下載關車資料 好 它就告訴你 這邊有什麼 有什麼樣的鳥 它是在幾月幾號出現的 好 那它是從哪一個資料庫裡面的 好 像這個是那個中華鳥會的資料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邊 你看它總共有896個的資料 有鳥類的 各式配料資料都有 好 所以大家可以先 就 找時間自己上去練習一下 好 你可以找空間 你可以從物種找 那找完以後呢 它就會告訴你 有什麼東西 什麼時候發現 然後是誰告訴我們 所以說 就對我而有在乎的是 最重要的是這個 它告訴你誰在做調查 對不對 所以你對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 某某單位跟某某人 他長期還是去做調查 那當然 有什麼問題 我就優先去 怎麼樣 去請教他 那更進一步 我更期待的是說 各位來講 慢慢就變成是這個地方 我剛才講說 蹲點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上傳到 我們的公民科學家的資料庫裡面 然後到時候 要定期日子去觀察 那人家就會注意到 喔 原來你在這個地方 你是蹲點 在這邊了解最多的人 是不是 那就可以跟 有些人他們就會找你 然後去訪談你 或者跟你做一些互動 那就某某程度來講吧 這也是 很好互相交流跟成長的一個機會 好 所以 先跟大家先介紹這邊 因為 這個操作不是很方便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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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會後有時間 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 因為這樣 好 我記得操作有點 有點辛苦 好 那其實公館旁邊的 官衣山 那個 就台大那邊有沒有 那個小那個 自然水博館旁邊 你看小小的地方 就有很多的地方 這是台大那邊 跟人家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這是我們的物種 在我們周邊 你只要被它稍微好一點 它就會出現 好 所以 知道有它了以後 要知道 它在這邊做什麼 好 所以呢 我們得到很多的觀察 我就剛才講到 就是說 你越了解它 你就越濃郁 跟它有所巧遇 所以它來這邊 是來吃飯的呢 還是它來這邊 休息睡覺的呢 還是來這邊 談戀愛的呢 還是它就住在這裡 是不是 那你越了解它 你就知道 我在什麼時候 對不對 我就在這邊 我就很容易看到 越是教會的物種 你的了解 就要越偷測 好 所以你看 東西吃 對不對 蜜圓 好 這是魚狗 對不對 找魚來吃 好 然後這是有地方住 對不對 這樣子住也可以 是不是 人家在 鳥睡覺的時候 那個女生也睡覺 是不是 好 那它是不是可以移動過來 是不是 好 特別是提到 中型的這些補動物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邊 前面 第一個小時 這只是跟大家講說 走到這個步道 你只是健身而已 好 特別是在我比較自然區域裡面 步道 希望各位能夠 開啟你的眼睛 耳朵 讓人 把鼻子在內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 你過去裡面看到的東西 那這也是要經過訓練 那當然沒有關係 那每個人 對某種東西的喜歡的程度 或者是敏感的程度來講的話 是不一樣的 但是 最有趣的也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東西 跟他看到東西不一樣 那大家一樣走到步道 你可以就增加很多的樂趣 而不是我只是走過去而已 這台灣的物種就在你周邊 那你好好對待他 那你就很容易看到他 那你越要求他 那你可以為他做更多事情 所以呢 你看到他 那你關心他 那當然他就 越容易被你看到 好 這是那個 先做一個小事的一個小技 好 那 第二個物種來講的話 就是 開始有鬧 我們就要開始進到 那這些物種給我看到 我關心生態 請問一下 對我什麼好處 比如說有人怕蛇 最好蛇都不見了 是不是 最好那種有毒的東西 那個普通通全部都消失啊 是不是 有沒有需要我這麼關心他 這關心對我們的好處是 還是這次是佛心來的 就像我看到很多的瀏覽婆貓 然後我覺得很可憐 我想要照顧他 純粹只是佛心來的 還是他有更根本的意義在這裡面 這第二部分要跟大家談到 就是 生態這個技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人說 生態跟經濟是 充分的對不對 對面的 所以當我們去跟人來講 就是說 當生態跟經濟 要如何取捨的時候 哪個是優先 那現在大部分人就是 很多人心裡面認為經濟是優先 但是他不敢說 他會告訴你說身材為優先 但是我心裡面也在想說 搞什麼鬼 對不對 是不是啊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當我們去看這兩個字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兩個字好像對不對 是不是 Ecology 它每共同的字首 這個字用它來當作它的字首 就代表這個名詞 它的內涵 是不是 就是包含在這裡面 Ecology 那些就是學問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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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來自同樣的根源 大家有沒有想到 生態跟經濟 它們共同的回溯 是什麼 有趣 有趣 十個人有九個人可以回答有趣 不是 循環 這也是算是 絕對排名前三名的 也不是 活動 活動 你們猜不到 更何心 不是 家 家 家庭的意思 生態學跟經濟學都叫做性科學 意思是說你看200年前沒這個字 在早期有一門科學叫做家的科學 就是怎麼樣去增進你的家庭的福祉 各位很奇怪 增進你家庭的福祉 而不是增加你個人的福祉 大家聽得懂嗎 人類的幸福 最小單位 是家庭 而不是個人 我想各位應該很有感覺 為了小孩 對不對 這個早上起來做早餐 雖然犧牲我的睡眠 這個比較犧牲 是不是 那個為了工作多賺一點錢 加班 是不是 這也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 人類謀求幸福的 最小單位 不是 不是個人 不是家庭 我想這位都會同意嗎 是不是 所以 為了我的家人 我是怎麼樣 無所不用其極 可以這麼說嗎 可以喔 對不對 在這個過程裡面來講的話 我要怎麼樣為我的家人更好 正門科學叫做Eco的科學 好 那什麼 這會為了我家人更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叫做經濟學 經濟學就是 要讓我的家人更好 當然就是要獲得資源 獲得資源 然後分配給我的家人 他們才會幸福快樂 如果說你連吃都吃不飽 那哪來的幸福快樂 是不是 所以呢 要爭取資源 那身體資源後來發現 有錢就可以買到資源對不對 所以後來就告訴你 有錢就好 因為有錢就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資源 所以後來他們的發展叫 怎麼去賺什麼去賺 那怎麼去賺錢 大家有沒有發現 裡面談到的 除了說要獲得資源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有效率的分類 所以台灣現在GTP是不大清場 請問一下我們的家庭幸福 有跟著越來越歡樂嗎 問題在哪裡 平負不均 資源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而不是這種誰有需要我就給他 在我們家裡面來講話 我是平均分配嗎 不是喔 老爸也是一天一百塊 老媽也是一定的 小孩也是一定的 不是 我們會認為他的需求是什麼樣 然後去做什麼 更有效率的安排 是不是 但是不然怎麼樣 那我就是怎麼樣去做什麼分配 那這從家裡面擴大到社會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越來越重視怎麼樣 所謂的社會福利等等之類 那這個資源來講話 運用在更多需要的我們身上 那有一些人他擁有資源 但是他卻沒有 他只是握著他自己也沒用 是不是 他只是累積起來不讓別人用 因為他已經夠多了 那我們就一直這個叫做沒有效率等等之類 我們看到 如果他的存房就只有一次啊 對不對 房子一大堆他也不住 他也不讓人家住 那需要住的人怎麼樣 沒辦法住 這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沒有這個 沒有效率的一件事情 他不只是公平一件事情 所以他叫我怎麼樣去賺錢 好 又回到他一講到 那請問這樣有賺錢你的家庭就幸福快樂了 好 這也是很要回的問題啊 他告訴你 沒有 所以在我的小時候 很多夥伴 年紀學院跟我差不多 是比我長 那時候流行一句話叫爸爸回家吃晚飯 是不是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爸爸都拼命努力去賺錢 所以都不回家 回家晚期後 小孩子都睡覺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家庭不會幸福快樂 所以除了爭取資源跟分配以外 我們希望能跟我們家人 維繫良好關係 親子關係 然後出妻的關係 到了辦公室 我們就重視我們的同事之間的情誼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到就是說 怎麼樣維繫良好關係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幸福快樂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正門科學 所以生態學跟我們想像中的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它裡面來講不是這麼的佛心來的 它裡面帶來更多 這對我是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這是在這邊大概先跟大家先說一下 那我們先談資源 生態資源跟經濟資源差在什麼地方 沒有差 資源就是對我們的家庭 幸福快樂有幫助的東西 那它一共有五下的資源 我的資源 時間 大家可以認同時間是重要資源嗎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 小孩子這個 住在學校旁邊 對不對 距離的遠近 那就差非常的多 對不對 然後我的上班 距離我的那個距離 比如說像我這個常常跑台北 但是我怎麼樣 選擇在桃園 是不是 在桃園住 那就有我的小工具 生活物質享受 這我想大家都可以認同 對不對 每天吃的 用的 這個東西 能量 最近那個什麼 烏克蘭那個戰爭 對不對 那個 那個 俄羅斯 就抓著怎麼樣 天然氣 是不是 這是它的 很重要的一個 所謂的 戰略物資 對不對 能量 現在要用綠能 之類的 我覺得很重要 空間 也沒什麼好講的 你住的地方 多大 可以是怎麼樣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對不對 好 比較特別是多樣性 我想各位會來參加這樣的課 多多少少都聽過 生物多樣性這五個字對不對 但是多樣性 既然剛才講到不是佛心來的 那多樣性對我們人類的貢獻是什麼 生源回收嗎 熬種 熬種 為什麼要熬種 這種不要 可以嗎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對啊 那我只留下好的 不要我把它能掉就好 它是有相關 它有相關 它有相關 好 那講一講去 大家都只講到那個叫做 生物多樣性 對不對 那我剛才有沒有講到 我跟你講的是 人類的多樣性 多樣性這件事情 對我們人類 那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才我跟你講說 時間物質能量空間的失落 你都非常有感對不對 因為你的生活來講 都禮不開這個東西 但是所以你可以 禮不開下面這個思想 你們的態度會要吸收一下嗎 也不行 會很快對不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人只有工具性呢 只有工具性 然後 沒有 就是變成說大家都變機器人 是這個意思嗎 那個在發明這個東西來的時候 還沒有直氣人存在 所以大家還沒有這個概念 好 它更直接 大家沒有注意到 在我跟你講說 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一點就通 因為我剛才講說 人類就是生物的一部分 所以生態學不用什麼特別學習 你只要疲熱 多樣性代表什麼意思 一樣 在我們人類比較少用這個字 我們用另外一個 大家更熟悉的字 叫做選擇權 今天週五吃飯 晚上要吃麵 宵夜吃餃子 那比如說 有男生 特別是高中生 每天運動量很大 我剛才講說 老師請你吃牛排 高興啊 對不對 要吃牛排不容易 就是 吃完了以後 晚上要吃 宵夜也是牛排 早餐也是牛排 連續吃一個月都是牛排 那會瘋掉 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那來到那個牛排 是越來越難吃嗎 還是他的價值越來越低 而是怎麼樣 你的選擇全被剝剝掉 所以不是說東西越貴 越好 不是喔 就是我有多少選擇 就好像吃 吃水果一樣 對不對 你想要吃什麼 喜歡吃葡萄 所以從今天開始 你只吃葡萄 對不對 吃到最後面來講話 我們就說我也吃到你胖 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女生買衣服也是一樣 你不是說 都是買到最昂貴的 你至少要最昂貴衣服 所以一次買十件 顏色總要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跟大家講 就是多樣性這件事情 在我們人類裡面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他告訴你 你擁有選擇 我不一定要用 但是我擁有選擇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 物種的狀況其實也是一樣 不是說 他對我來講有沒有用 而是你有多少的選擇 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對我們人類的福祉就是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理會這件事情嗎 所以你有沒有選擇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越多的東西可以讓你選擇 你就越加得幸福快樂 就這麼意思 那當然他會回答 物種也是一樣 那身狀性 我可以理解到 那什麼就是說 吃飯吃的種類很多 然後呢 這個衣服來講的話 有很多的選擇 比如說我要去爬山的時候 穿的 我要到辦公室 或者是我要去 在院子裡面做運動 我要穿著來講的話 我都不一樣 因為我有不同的需求 但是那個物種多一個少一個 請問一下對我們人類福祉是什麼 大家可以理解嗎 很遺憾的 我們每次在談 生物多大性的時候 都是用佛心來的在談這件事情 所以我有時候常跟人家講說 我喜歡上的叫做什麼 叫做骯髒的生態學 歷史六說 我把生物多大性 真正對人類的貢獻 我跟大家講比較清楚一點 那個1992年 李悦樂類府生物多大性風約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是全世界的國家元首齊聚一堂 大家手拉手說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熬地球 地球只有一個 要維持這個地方的生物多大性 聽起來都寬敏堂皇 對不對 然後我們翻起來 開始談內部會議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出現地球 沒有 都出現錢而已 這比較合理吧 國際之間只談第一 誰跟你談保育 所以代表這裡面 一定有很多核心的價值 是我們不知道的 很遺憾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成員裡面 所以我們沒辦法在裡面跟人家儲錢 所以我們只要把人家 官免堂皇的東西 變成我們的教育書 這個是我覺得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在開什麼事情 講幾個故事給大家聽 1970年代東亞日本韓國台灣的到時候都生病 得到草上來化病 好這個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錯誤 這樣子 怎麼辦 生病就要治療 那治療要怎麼治 按照我們武俠寵書裡面 跟大家講到的 有毒藥的地方就有解藥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道者沒有從地球上面滅絕 代表大自然裡面一定有某種機制 可以解決這個草上來化病 要不然他離開就跟恐龍一樣滅絕了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東亞的道者不看一集 因為東亞的道者都經過高度改良 改良是什麼意思 就把對我們覺得對我們好東西留下來 覺得這看起來毛毛的 這看起來頭感不好的東西我把它丟掉 那過程叫做改良對不對 但是有可能我們把應該丟的東西給丟了 是不是 那丟完以後撿得回來嗎 撿不回來 所以那時候大家想說 這個原生的道指裡面 應該有這個抵抗草上來化病的特技 所以大家要去找沒有改良過的道指 笑話對不對 那誰中那個沒有改良過的道指 那怎麼辦 從這個事情以後才有終始 所以大家吃足苦愁了 所以就找全世界去找 往哪邊找 答對了 所以那時候挑哪裡 印度 印度那加爾特達一個不知名的山谷 就是有三隻沒有改良過的道指 還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拯救整個東亞道指 哇好棒喔 大附上對不對 有人很生氣啊 誰很生氣 誰很生氣 印度啊 印度跟講什麼 我齁 窮啊 沒有錢可以改良 我吃那個印度你多難吃你知道嗎 是不是 我要吃好吃你 我要出你東亞進口啊 結果呢 你們東亞的這個道指生命 跑好正面找解藥 我可不可以不給你 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所以 生活中心中約在坦克這件事情 是不是 你要用我的東西 你要不要付費 應該要付費啊 沒有道理 對不對 印度說 我怕不得東亞三國的道指全部死光 我印度米再難吃就給我吞了 是不是 只要你拿去改良 改良完以後 賣給我印度的米 請問一下是比較貴啊不要便宜 你覺得我印度在做菜是嗎 生物端心不願意在看這件事情 大家就比較清楚了吧 是不是 好 酪梨 哇 現在 大家吃酪梨 酪梨應該產地哪裡 超多 不是 滿美洲 中南美洲 但是呢 中南美洲 美洲酪梨 又小顆又難吃 原生了吧 對不對 所以呢 美國有錢 改良房大 是不是 一顆 賣得好 真的很貴對不對 好 然後呢 生病 得到骨梨病 怎麼辦 找到原產地 看你有沒有辦法去解決 是不是 那我這個中南美洲 可不可以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不想給你 是不是 吃我難吃的酪梨吧 全部死光好了 是不是 好 巴西咖啡 咖啡原產地哪裡 非洲 非洲嘛 對不對 非洲哪裡 伊索比亞 所以伊索比亞的果花就是咖啡 是不是 那時候巴西的咖啡 現在的巴西咖啡 都是第二代巴西咖啡 第一代巴西咖啡 全部死光 全部 得到咖啡秀病 所以後來就跑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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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伊索比亞 然後就找到解救 這個咖啡秀病的這樣 所以第二代巴西咖啡 都有這個 裡面都有這個 可以處理這個咖啡秀病的 這樣子的記憶 是不是 那一樣 大家想到那個 星巴克 咖啡 那個 伊索比亞 可以一杯臭一塊 這個國家 不得了 是不是 這個我看來 那聽起來都是 我們都有好處嘛 對不對 奇異果 奇異果產生哪裡 各位都不看廣告嗎 奇異果產生有西蘭 我每次叫做我都在長學 全世界都可以叫他奇異果 我們不能叫他奇異果 沒有 對 而且在台灣還有一個 我們自己獨立的台灣牛頭 對 所以呢 你去到王學霸 或者是塔南無大山 經過那個塔山的時候 怎麼有人在那邊種那個奇異果 你看看就種錯地方 所以看起來每顆都營養不良 像歷史一樣 不好意思 那就是我們台灣本土的台灣牛頭 因為他很小顆 所以我們說他沒有什麼 不是人吃的 是猴子吃的 結果呢 澳洲有些人他們吃完以後 覺得很好吃 然後就把它放大 單顆毛毛的 也不知道怎麼叫 就叫奇異果 是不是 一顆九塊十塊賣回台灣 現在還有黃金奇異果什麼 奇異果會不會無中生有 是不是 所以有特有種 這代表你一種特有的基因 是不是 所以呢 這裡面有沒有帶來你的商機 有沒有帶來你的好處 對不對 所以在慘的 生物包裹真正在慘 這件事情啊各位 這比較實際吧 是不是 大撒蟹 有吃過大撒蟹請舉手 請問這樣好吃嗎 那有吃過台灣的毛蟹嗎 味道有啥嗎 他們的比較好吃嗎 也沒有對不對 好 這種大撒蟹毛蟹 青毛蟹 這種螃蟹 就是 反正就是 東巴人也愛吃嘛 日本也愛吃嘛 所以 這種毛蟹 我記得 只有四種 全世界 台灣就有兩種 然後呢 大撒蟹是其中這一種 然後那個 毛蟹 大撒蟹 前陣子 常常聽到 不能進口的原因 抗生素 對不對 偷咬 藥減不過 那為什麼藥減不過 因為毛蟹很容易有寄生蟲 所以呢 寄生蟲就要用抗生素來壓 所以螃蟹不能吃生了 各位 應該是說淡水蟹 因為它裡面的寄生蟲 跟人類是可以互通的 那 所以呢 住在海裡面的螃蟹 它的那個寄生蟲是比較 比較少嗎 不是 是因為海裡面的寄生蟲通常 到人 天化寄到人的身體 就是說它會死掉 但是淡水蟹的寄生蟲 到人的身體 是可以不下來 所以請各位 那韓國蜂裡面那個寄生蟲 海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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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淡水蟹 淡水蟹非常不建議 那裡面 你們聽過什麼 該蜥蟲啊 什麼之類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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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 黃蟹啊 那一口那也是站起來 那也是做糧菜 做涼菜 所以你們知道嗎 很多的去很多東南亞 吃到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會生病的喔 那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毛線裡面有一些是跟人互通的提升蟲 但是我相信如果說是 這個牧種在當地已經很久了 那他也跟這個牧種 就是利用他利用很久了 所以他是沒事的 我們是就會有事 大家懂得我也是 我們講什麼都叫水平的意思對不對 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講的故事給你們聽 我以前我在科目館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時候就是男女要去做調查 然後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是那個俊 就是那個香菇那一類的 他就被開去 他不用早去 那早去以後 然後回來 然後他就不舒服 然後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想說是感冒 結果後來 我太太運氣很好 是他除了不舒服以外 他長期他有那個異位性皮膚炎 我為什麼說他一句話 因為那個皮膚炎救了他一命 因為他沒有去看那個感冒 因為他昏癢嘛 他去看皮膚科 所以皮膚科那個醫生他看到 你有一個傷口很奇怪 不太對勁 翻叫做書 因為那個醫生真的有念書啦 他說你看看那個傷口 有沒有跟這個傷口很像 就是那個傷口有點結痂 黑色的那個家 欸 看起來很像 他說你有沒有去過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你出過國嗎 他說沒有 但是我去了來你一趟 他說你喔 這個最好還是去大醫院去檢查一下 然後後來就到那個中文醫藥學院 他說換一天 那醫生看 欸 你是教科士 好了 因為那時候 確實他說有可能得到什麼 樣酬病 大概二十年前其實大門少聽到對不對 最近比較聽到 結果後來就說好 那樣酬病怎麼辦 大家知道呢 當初日本人就是進去南語 十個進去只有這兩個出來 那你以為是那個達五族 蕭隆善善 不是 大家知道嗎 日本當初跑到東南亞打仗的時候 那個得病死掉的人比戰死的人還多 是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一律稱為什麼 樂病 對 就是發燒 然後就是那種群麻 那可能是念急 可能是癢蟲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等著他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 後來就是 那醫生也想說 這樣子 要檢查是不是樣酬病 兩週 但是檢查了兩週 如果是樣酬病 那也沒了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當初樣酬病來治 是不是 先投藥 如果投藥 哪上就有效 因為他有特效藥 叫四環梅素 投下去又有效 你也沒有檢查了 就是他 所以你投下去 然後就發電話 馬上馬上就恢復正常 所以那時候就拼命打電話 給一起去的人 欸 你有沒有這個狀況 然後有一個現在中興大學昆蟲系的教授 叫楊安喵 楊博斯 我們找他的時候就沒找到 他們同意去了 禮拜五找他 然後找梅道授 快點回家 然後一直聯絡 聯絡到星期一 在台大直救 還好有救援 現在的中興大學昆蟲系教授 是不是 所以那個 那個 這個 這個 回到看 講到那個東西 這個 進去 第兩個出來 那你這樣跟我講 他 南語倒主全滅了 是不是 人家沒死 是不是 人家的 記憶裡面 就是 你會生病 我不會生病 差不多就是這一次 那時候 跟我以前的 那個 科普館的 那個 副館長到那個 越南去採集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就覺得說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要吃葵林 反正就是 這個也不能吃 那個也不能吃 我們到那邊去 你看他們那邊的人 什麼叫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對不對 你在開玩笑 是不是 好那我這邊 我講也是一樣 這個 這個大雜蟹 那個 就是 反正是一個很好 他知道 日本人做了很多事情 都做得非常的仔細 所以他們有做 毛蟹的評鑑 最好的毛蟹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等級最好的毛蟹 南澳 所以南澳北溪 南澳乃西又被稱為 叫毛蟹的地下 好那 原因是 沒有計算 我要講的是說 有很多人家覺得 我們真的是很棒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 對不對 但是各位 還是要吸收的 這是 然後北溪 之前 你看 要做個霸 所以做這個霸的時候 那台電他要做水力發電 所以這個霸的時候 就說 這地方 你把水喊起來 那下面路種不是都死光了嗎 所以就要求他要放什麼 放一地的水 不能夠納稍調 互相乾淨 有道理 那台電怎麼講 一滴水一滴錢 所以對他而言 多放一點 就是我多損失一點 是不是 所以感覺上 好像是經濟上面有所衝突 對不對 但是這是毛蟹的互相 這個產業 現在來講的話 每年也是非常多的錢 因為大法蟹不容進來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台灣 自己的毛蟹的養子 是不是 所以很多東西來講 並沒有想要說 他跟雞雞有關 好 前一陣子 有沒有聽說 那個 得到癌症要吃那個 那個 紅豆山泡的茶 後來來講說 紅豆山泡的茶 顏色出來不是紫色的 有時候是被騙的等等之類 那這樣那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 後來有一些醫學證實 從一種叫太平洋鐵山裡面 淬煉出來一種很少量的紫山泉 對控制某些癌症特別嘲笑 但十多年前我有問過 那個一針要三千五 一天要三針 然後呢 健保不及付 貴啦 是不是 然後後來發現 因為他要砍掉那個 太平洋子山然後去提煉他 但是後來發現 有種不種 富含子山泉 就是台灣的紅豆山 那個不用砍樹 那個葉子就可以提煉 所以呢 我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有些人就開始泡那個 後來就跟你講說那個沒有用 大概是有點這樣的故事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 我紅豆山可不可以點種 這我們台南科有多 大家可以懂我意思嗎 那個 葵林 是治療瘧疾 對不對 它裡面是從一種植物 叫金基納樹裡面提煉出來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金基納樹 現在的瘧疾 是不治之症 是不是 不一樣 這個 那個亞成平跟大家講到 好 另外一個 有沒有聽過 藍與西醉枝 聽過請舉手 有種植物 叫藍與清脆枝 藍與清脆枝 這下面那個 這個 有沒有聽過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沒聽過 好 藍與清脆枝 每一年幫某一家日本的公司 賺幾十億 它是藍與的特有種 一樣 它裡面有這些特殊的成分 對某種癌症也是有特別老處 所以藍與負地不大 所以如果你到台東 如果說種那種很奇怪 然後你說這個種到底是什麼意思 看起來不像你吃的東西 他如果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就是器種 我種多少 日本人收多少 那有可能就藍與清脆枝 藍與 藍與 那一家公司 你們一定用過它的產品 哪一家你們知道 楊樂多公司 你好歹你楊樂多算我偏 它會偏一點好不好 是不是 我只跟大家講 生物多樣性在談的是這件事情 台灣是生物多樣性的大國 我們應該要從這裡面得到經濟發展的基礎 但是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經濟的那種基礎 都當作是毫無價值的在那邊浪費 這是一個極為愚蠢的一件事情 觀光 對不對 有一年那個 那個應該是澳洲還是 紐西蘭旅遊局的局長到台灣來 我們邀請他 就是想要請他 知道我們 就是說做生態旅遊 各位也常常聽到對不對 我們要做生態 好像不太好做起來對不對 好像有點辛苦嘛 所以我們要問問他說 誒你們是怎麼做的 然後就有來臨過 然後要走的時候呢 就是跟他請教 問他 台灣有沒有發展生物多樣性 生態旅遊這樣子的條件 他開玩笑的是說 我不太想跟你們說 因為跟你們說以後 人家跑到你們這邊來 就到那邊去怎麼辦 原因是什麼 好我舉個例子 那個 有時以來澳洲當營火蟲對不對 賺很多錢 我們基隆就有營火蟲 大家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 好 那台灣有多少營火蟲 大家知道 有幾十種 是不是 那只是怎麼樣 所以台灣很奇怪 就是說 明明有很多很珍貴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不太會用它來賺錢 所以說台灣的愛錢很奇怪 我就覺得台灣一點都不愛錢 旁邊都是錢 你認不出來而已 好 那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 加拿大蔥葉 我們凹彎道 是不是 我們有很多演很多遍業 我們去看 去走那個 那個叫什麼 以下想不起來 有很多的步道對不對 前一陣子那個 丟了很多的垃圾 蝦克 蝦克 對對對 是不是 那個也很漂亮 是不是 等等之類的 好 好 那珊瑚 講珊瑚 有一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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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基隆 沒了 什麼零啊 原山紫分紅出海中 蛤 好 我常常去講說 其實 這只是隨便找到潛水附下去拍的 我不是說 不要做原山紫分紅出海中 但是有需要坐在這裡嗎 是不是 我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 我們有很多很能夠去賺錢的東西 這臉黑黑的這種鳥叫什麼 黑面皮革 黑面皮革嘛 對不對 一下裡面我到時候在科外 正好那個七谷工業區要開發 那時候草被被揚一揚 然後就說 啊 這個不能夠開發 因為有這個臉黑黑的這種鳥 這種鳥很討厭 然後 這是 這個全世界 它數量很少 然後呢 全世界都化保護區 然後呢 又特別喜歡到台灣 然後 如果有一個地方來講 又沒有加入聯合國 所以相關的國金寶貨還對它都沒有用 然後呢 那地方說要開那個七谷工業區的開發 然後呢 說這個環民可能沒有過 這邊的居民非常的生氣 所以說 那時候說一百多隻嘛 怎麼辦 很簡單啊 來一隻打一隻 來兩隻打一雙 打完一百多隻就不用保護了 就這樣一句話 把那個聯合國的高級官員打到台灣來 是不是 開玩笑 全世界都在保護 就在你這邊 來一隻打一隻 來兩隻打一隻 是不是 那我還在陪的地方來做什麼事情 我想這件事情 來講 所以當初你還在那種 那很年代 一個公園區開發竟然沒過 你覺得有可能吧 但是沒有過的原因 你覺得是因為 大家 佛性來了突然覺得 黑面皮膚很重要 沒有國氣壓力才是真的 是不是 那後來呢 現在什麼 黑面皮膚去看它 發展觀光 對不對 也開始來做這些事情 好 這邊我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在看價值跟價格 有時候常常說它有什麼樣的好處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把它 連接或者是比較長的好處把它算進去 我們都只看短錢 這是一個我覺得台灣一個很遺憾的一個地方 我們在發展示範旅遊也是一樣 感覺上就是我兩年以後 我都要看到我可以賺到多少錢 民宿我在那邊蓋以後 我就很短的時間我都要去做回收 但事實上 有很多事情 它就是要這樣子 逐漸的這種鋪成 累積它的故事 累積它的價值 那它反饋到你的價格來講話 就會越來越高 這應該是我們接下來要去學習的地方 所以呢 在這個差不多2005年左右 全世界超過一千位生物生態科學家 它就統整一個生態系統對於我們人類的好處 一個生態系統對於我們人類好處 它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支持人跟其他生物 在這個地方繼續活得下去的條件 我跟各位講 現在的空氣 現在的這種氧氣 也是植物 怎麼樣 不用出來 所以我們說不要砍發熱帶米 對不對 我們所有吃的這個所有的農作 都是從土壤裡面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到什麼 台北市那種硬碰面是長不出東西來的 所以即使是高度開發的都市 如果沒有周圍的環境系統 來講的話 它勢必崩潰 我想這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支持人跟這些物種 繼續在這個地方生活下去 這是其中的一個功能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供給 就像剛才講到賺錢 有很多的錢 其實是你不會算 或者你不會賺 20年前跟你講說 買一瓶礦泉水 那個礦泉水 想說 對不對 我印象裡面來講 我那時候想說 怎麼可能會有人賣礦泉水 是不是 水竟然要錢 後來發現 水裡有還貴 不是後來發現 事實就是如此 是不是 空氣 各種資源只要它耗節到我們的程度 它就值錢了 所以以前是我們不識貨 或者是我不知道 它其實帶給我們很多的好處 所以我們就資歷的浪費 總是認為你不用付出代價 但是事實上 你看把水弄髒 再把水弄乾淨 當然知道 那錢是完全不是很利的 再來就是調節 比如說圍器或者調節 那個水 大家看那個 有多都市裡面 它那個 一下雨 然後會淹水 對不對 那很多地方 他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當然一個雨鋪滿 對不對 平常就要把水煎起來 然後呢 就不要到時候來講話 還要用到自然水 等等之類 所以 這種水的資源 如果是你把水流下來 它就變成資源 如果是你這水 不要往那個街道裡面倒 然後呢 大家都不要 它就變成是災害 所以一樣的東西 水就是水啊 但是你不同的使用的方法 或不同的角度的面對 它就是 災害或者資源 就是因焰之間 是不是 所以前一陣子那個 基隆那時候 有好幾次淹水 我們來看 就說 那個 就淹 就很多地方淹 後來去看 根本就不是淹水 是排水不良 各位 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排水不良 重點是 很多人沒清水溝啦 錢都用來蓋水溝 錢都不用來清水溝 這怎麼對呢 所以有很多東西就是 你這樣資源分配的問題 那最後一個就是叫文化 文化財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 那展現 人家會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旅遊 然後願意去付出更多的資源 來去體驗或享受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文化也好 或者是讓人家體驗 就是要體驗讓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才叫體驗 是不是 體驗一樣的東西 那何必回到自己家裡面就可以了 那文化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 就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只是我們常常 不知道怎麼樣把它 展現對我們努力的動線 所以他們的價值 希望能夠被納入進去 而不是說 我只看到 好像只是說 他 這個工業去開發 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就統合成 會照顧世台喜福 所以各位未來 以後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所謂的世台喜福 但你看到這名字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他不是在談佛心來的 他在談的是我們國家的清真意 我們未來的清真意 這才是很重要的關鍵 好 所以呢 支持 一個空間 土壤的養成 光額作用 養分的循環所循環 這個對我們人類都非常的有貢獻 而且以後都越來越貴 所以當年很多 我這個地方 我爬變成硬體面 大大度 到處都變成水泥 那個化整為營的結果 都要付出代價 那供給 包括提供 在這個水 農作 那個食物啊 等等之類 我們一直在 很多人都在談那個農地 要變成建地對不對 農地變成住宅啊等等之類 感覺上是比較有價值 但是全世界現在都在談什麼 糧食危機 是不是 好 剛才講到的氣候調節 那個 致敬作用 碳循環 還有什麼 受痕對不對 最近那個蜜蜜 蜜蜜最近都脾氣不太好 是不是 好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蜂蜜也愈來愈貴 文化上面的一些體驗 等等之類 好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 很多 就像我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我們台灣喔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人 跟物種 我們的嫩性都非常強 我有時候常在開玩笑 因為台灣 台灣 台風多地震都有主自由 台北公認為全世界最危險的首都 還有火山爆爆的風險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房價那麼貴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在這種環境之下 活得下來 沒有兩把刷子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的人 跟這物種 我們的嫩性都非常的強 在台灣做生態保育 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為 就我過去的經驗來講 你只要給他一點 他就可以活得很好 展現旺盛的生命 你給你看 所以我們有時候做了一些富裕的工作 到國際去發表 他們都非常的羨慕 他們羨慕的原因就是說 你們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們的物種怎麼當是容易買單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還蠻有趣的 所以你看看 一塊土地 我們現在都看了很多叫做生產履歷 從裡面你看到 這是哪個農夫種的 我現在我們又一直鼓勵 包括磁性在那些 這個推動有最生產 我說你們應該可以的話 去推生態履歷 這塊土地裡面 除了你生產以外 還有什麼樣的物種在那邊使用 是不是 他比那個SGS的驗證 更能夠讓你說服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到台灣的機箱 應該是這個樣子 他不是告訴你 你不能用 你不能做這個事情 他要告訴你 你怎麼樣明智的使用這塊土地 讓更多的人 更長久的得到好處 而不是殺雞群 台灣利用環境的那種賺錢 都是殺雞群的事 有些時間外星我就把它叫掉 好 我只講這個 我們有一塊 我們後來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在中午 我們就發現了一塊田 那這塊田呢 就發現它有這個很稀有的食譜跟大瓶瓶 這兩個特別的種種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Google一下 甜點米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個完整的故事 我們發現大瓶瓶瓶的時候 那我們就想要去保護它 因為它是在那個田裡面 在稻子裡面殘留 那所以呢 本來我們在做這個觀念圖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這個人跟稻子 但是後來發現大瓶瓶 它是殘卵在稻子上面 也就是說如果農夫沒有種稻子 它就找到殘卵的地方 所以呢 它其實要種它 對它來講的話 它還是有些好處 那我們就說 你就把稻子放進去 但是稻子來講的話 它不會自己找的 是農夫種 所以我們就把農夫放進去 那我們後來跟農夫講 為什麼這個地方的稻子 也會有大瓶瓶 因為這農夫不用農藥 就是長久累積下來 它都不用農藥 所以他的這塊土地就是 維持這種 因為他裡面對那個農藥非常的敏感 他說 因為農夫累積也有 其實他的小堂還孝順 所以他並不是像以前這麼的窮 他本來很希望他生產的東西 能夠給他的孫子吃 給孫子吃的當然不用農藥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維系正成的生態系統是這一位 是不是 這就是永續的概念 當我們在看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 就產生衝突的時候 有些人說要做這個 有些人說不要做這個 我常常解決的方法就是問他們說 你不要說你得到什麼好處 你得到什麼壞處 能不能問你的孫子得到好處是什麼 你的孫子得到的壞處是什麼 用這樣的角度除了說 可以減少到我直接的對立 有時候也可以讓我們去思考長遠一點 我們現在的頭顱 如果說只是做很短期的這樣子的回收 是值得的嗎 是不是 那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爭執 這時候就把眼光放遠一點 氣氛也緩和一點 這時候來的話 常常有可以得到一些好處 那我們之前 這個也是有一些步道 旁邊有一些崩塌 然後要做一些改善 有時候車廷長就會說 這地方就要空起來對不對 有時候就覺得那個破壞非常的大 然後後來有一些 在地的守護的社區的人 就跟這個 要把他整個毀壞的 就產生很多的衝突 就後來說安排限砍 那到限砍過程 就見馬米髒對不對 結果後來一隊老師 劉志遠老師 帶了一群的娃娃兵 在什麼 健行 然後再到過程裡面 後來說 要看到那個樹要把它劃下來 當然小朋友知道 那個樹準備要被砍掉的時候 每個都淚也汪汪 對不對 然後就跟那個里長跟他講說 怎麼樣 這裡有龍貓 你看不到而已喔 各位 龍貓 各位 各位 已經多人看到我的條件了 是不是 你怎麼可以把他樹給砍呢 是不是 然後 你一來我一來 他碰到那個娃娃兵裡面 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對不對 我為什麼要把車都樹給砍呢 對不對 所以後來是誰勝 當然是娃娃兵勝 對不對 那我要講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如果碰到這些事情 有時候 你也可以用比較 這不是那種各員對立的方式 有時候是把長久的走出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事情 你的孫子從這裡面得到什麼好處 你的孫子有可能就是那個 老師帶著那個娃娃裡面的一部分 是不是 所以 在地的敦點 累積下來 其實你是有話語權的 那我們當然很希望這樣的話語權 可以藉由各位的這種 在地的這種串聯跟這種合作 然後來顧客 老師不緊張 你是不是大 大田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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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 因為邊的那個邊 大田邊 大田邊是水深複蟲 它不是那個 那麼黑 它是那麼大的蟲子 那個 那個是 現在已經很稀有了 這個 以前台灣來找的話 還算蠻常見的故事 這在哪裡 雲林 苗林 通宵 對 對 發現他的故事也是很有趣 那時候就是 這個蟲種在2012年之前 曾經要把它列保育類 但是不太改列 因為已經將近30年 沒有人在野外看到它的棄地 偶爾會撿到兩隻死掉的個體 所以呢 那時候林務局就發了案子 就說 想要去看 到底台灣還沒有大蟲蟹 因為你不能列 滅絕的物種 當作你的保育類 不能列恐龍 是不是 就這個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先去調查 那調查 大家想一個想法 就是說 這種北部開發 開發的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第一次的調查 就往南部做 南部做了一年沒有看到 就放棄 然後第二年來講話 就委託另外一個團隊 就說 嘿 再給你兩年來看看 是不是還沒有 只跟前面的團隊時間不夠 是不是 那他想說 南部沒有 那我就往山裡面做 大家聽懂的是嗎 結果我做了兩年 尾聲 也沒有 然後準備說 宣佈大田邊滅絕 結果我們不小心 從小那地方就看到了 在北部 對不對 那意思是說 很多的東西 它不見得 它會離開 它只會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環境不好 那我就不見了 不見得我會往 你想像中的聖山好 或往南部跑 因為那個水土不足 所以很多的東西 大家不要想說 這東西來講話 是不是 這個 更深山才有 其實有時候未必 很多東西 很多周邊都有這樣的一種在 所以呢 我們要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借用一個這樣的廣告 是不是 所以你要炒掉很多的因子 你會知道 它這個房子的價格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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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的一個設施 對不對 交通方不方便 睡覺的時候來講話 有沒有很安全安理 有沒有教育的一個場合 然後 下部來講 OK 自然怎麼樣 對不對 中間的環境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考慮一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綜合的考量 我們通常不會說 因為考量 教育 所以其他東西我都不管 但是我們台灣 我們在處理很多議題的時候 都是單一考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地方要做道路 就是除了道路之外 我都不管 這個地方來講 要做排水 除了排水以外 也全部都不管 但是事實上做很多事情 做這件事情 但是有可能會落滑其他事情 你到最後 你還是要用錢 來去民主他 所以我們都慢慢 希望就是說 要盡量不要單一思考 而是應該要綜合思考 但是現在的工部門 因為我們都分得很細 這個東西是屬於誰的 這個東西是屬於誰來辦的 但是很多事情是 我做了它 會造成別的東西的弱化 那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其實有說 一不小心 所以反而會造成更重大的視態 那在地的守護其實就很重要 就好像我們經營個家 我們不會一直看一樣子 我們就是綜合的照樣 所以當一件事情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 它可能某些事情得到好處 但是有沒有事情可能得到壞處 而得到壞處的 我們應該就要花更多的資源去守護它 讓它避免它利化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守護的基礎 所以我們從我們地區、社區 然後到家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 好像太慢了一點 有些東西 比較選舉性的東西 有把它跳過 這邊其實一路下來 跟大家講的 只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 台灣的物種 因為我們的親密 因為我們的破碎 或者是講說我們的複雜性 所以我們的特有種變得非常多 簡單來講就是 對這種山蕉魚而言 遠遠的來坐山 這樣探過去其實很近 但是它如果說它要過去的話 它要先下去然後再下來 那是很遠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這裡面分隔久了以後 這個地方的環境 跟這個地方的環境 就不一樣 所以慢慢它就適應這邊的環境 那個物種就適應那個環境 所以久了以後 它們就變成兩個不同的物種 這是為什麼我們台灣 特有種特別的多 物種非常豐富的原因 相對而言 當這個地方被破壞掉以後 你不要說它就過去了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來講話就是講說 好 所以接下來 我們要去看到這些物種 得到一些我們的享受以外 讓我們進一步去守住它 因為它確實對 像剛才講到 花好多時間跟大家講說 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 那首先我們就要知道 一個至少 我不要想說得到什麼好處 但是我至少要避免得到壞處 所以我們就 為什麼我們要做不告 為什麼做不告 我們要花那麼多的路去做它 就是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除了對我們有好處 我們要享受更多的自然環境以外 我希望對它的影響越少越好 所以我要很小心 就好像我們現在要做捷運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都已經地下化 對不對 然後即使有很多的工作井在上面 你要做很多的交通維持計畫 等等之類 意思就是說 盡量不要去影響到 既有的人的生活 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是我們起碼在做很多觀察 或者是在做很多步道的時候 我們起碼的一個 叫做態度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既然你要 避免去影響到它 那你就知道 如果我們做不好 我們要付出很多的代價 這代價是我們不要看到的 所以你要知道 那可能會有哪些影響 你知道有哪些影響 你才能夠有所定義 好 比如說一條道路 那我們可以知道 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 做那種 就是一個馬路這樣 直直這樣一花 就畫過去 或者是康宗道道 特別是步道或者山水道路 你看 我要在這個地方 要做一條路出來 所以我就要去看 對不對 要把這個地把它整出來 那把地整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路越寬 那它其實 除了這個空間以外 它消的空間來講的話 其實是更大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很多的山區道路來講的話 它其實你看那個 它那個破壞 對不對 有時候是很高的 所以不是只有吃到道路本身而已 你越翻 你要消的就越多 所以這時候來講的話 你要那個破壞的人 要放的就越大 所以 一公尺 跟兩公尺寬的道路 它其實它的破壞 不是一公尺跟兩公尺 而是怎麼樣 是它旁邊的邊坡 可能一插 可能就是插到十公尺的規定 所以在國外 另外就有很多就是說 那個線型的調整 就未必一定要吃 它有時候會依據它的地形 彎彎曲曲的 這是一個 那如果是彎彎曲曲的 它很多都要去做一些微調 這時候就不是 那種好像暗黎施工 有時候手作步道 可以做得到細緻的程度 其實才是要避免它 大挖大腿的很重要的環節 這是一個很核心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好 那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我們一條路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聯想 這是教科書裡面 列出來的東西 你看清理前的 哇好專業喔 是不是 所以這個太懸殊了 還是回到剛才講到 那個生態的東西 都既然用人的語言來說 大家可以贏了一個情 它來講什麼 什麼叫做棲林 我喜歡用人類比較常用的字 也叫做無日生活圈 我每天要用的環境 就在我的棲林 所以呢 什麼叫我的棲林 我住這裡可以嗎 這是我上班的地方 這是公園 這是小孩子的學校 是不是 這個是 可能是這個 這個 好 我上班的地方 無所謂 反正這是我的家 家庭 每天會用的空間 所以在這裡面發生的所有的變化 對我都非常的有影響 當做一條道路 可能對有一些 對我可能 還有我上班很方便 但是呢 也可能會造成不便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談的是不便 因為發便本來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我們不想看到的東西是 好 我住在集合之處宅 所以他們到國安經過集合之處宅 不會 誰做誰倒明 裡面住了一千多人 是不是 所以 他不會一千 但是他很容易到工廠 大家了解我一次 所以工廠就被徵收了 所以 老闆可能拿了錢走了 但是 有人做失業了 這個空間被吃掉了 棲地破壞 棲地破壞 本來我可以在這邊利用 現在我不能用 因為被你吃掉 好 那 這個來講話叫棲地裂化 什麼意思 本來我以前 吃完晚飯 帶小朋友到公園裡面散步 正常吧 旁邊突然 丟了一個大馬路下來 哇 是不是 撤退馬路就很擔心 小孩子在那邊騎腳踏車 會不會被車子撞到 會不會擔心 所以呢 公園還在 但是他的品質下降 這叫棲地裂化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呢 這樣講 這個是小朋友學校 那以前來講的話 同學都這樣過來 然後小孩子這個 這個 這個 上課來講他是很安全的 離學校還是很遠 但是呢 他剛好就是在 每天小朋友要去上學的路地上面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就很擔心 他過馬路 會不會沒有注意到 可能會發生這個危險 所以我們每天提早半個小時來接受 會不會對我造成的理想 是不是 機率組合 所以很多的這種東西 大家不要 他想 喔太學術的東西 你用你自己的人的角度來去思考 就沒有那麼辛苦了 所以呢 喔 在特別的時候 你看很多的道路 特別是基隆 我知道 那個 在某些時候 那個車子一開過去 滿路的那個青花竿 舌竿 是不是 對不對 他不會每天發生 但是他就在 特別的時候 發生 是不是 就是那種 他們叫過馬路 大量過馬路的時候 特別是談心說愛的時候 很上風景對不對 人家很談心說愛 然後把人家 那有的靠水邊也是一樣 你看喔 一個天然的水下來 在不同的地方 從乾到濕 就有不同的地方的物種在那邊生活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在做蹄塘 或者是水邊 河邊 要做一個步道 請問一下你會在哪一座 我不敢在哪一座 比如說我在這邊做 所以我就做怎麼樣 有一點點是沿著等到現做 對不對 所以破壞的是Patch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波動 所以可能 你不小心就把 所有的台灣澤蘭的環境 全部一整條這樣子把它破壞掉 所以很多的這種 就是說這種巧量來講 都是可以預防的 感覺上好像 這個是特別對誰不好 那我們就要特別留意 那有哪些地方來講話是特別的重要 那農地也是一樣 如果你處理不好 你會影響到 剛才講到魚類啦 水深墨所的波動 一些物種的移動 特別是移動 像很多的田 它旁邊的雜木林 田 蹄塘 這都是一個連動的 這一條路開過去 農路也好 步道開過去 有時候它就過不去 那就是會造成很多的 剛才講到 過不去 就找不到老婆 過去了 然後呢 這個 在馬路上面墮流 很多 可能就 在路上就有很多的傷亡 那這都是我們不可以見到的事情 所以呢 步道是讓我們心靜到自然 我們不要去侵入其他公主的生活 隆入地形 盡量讓我們這件事情進入 那這邊為什麼都沒有感覺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步道 所以盡量用這種地形的概念裡面 去塗這所謂的步道 而不是那種就是 我就是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對不對 完全依照我們的這種 很粗暴的概念去做這樣的一個步驟 那這邊只能跟大家講就是說 大家不要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不要想說這東西 眾生的還是善也盛善 在都市地帶 其實就要避免這種事情 比如說這台北市 這哪裡 廣時波埃 這一塊 廣時波埃 沒的那個信任的台北市市長都想動的 對不對 好 這樣他幫貓佛林 挺狡囂 他到台北市政府的發言問我說 這環境很好嗎 為什麼有貓佛林 這樣環境很好嗎 各位 有很好嗎 那貓佛林在這邊幹嘛 從這裡來 對嘛 來看一下 廣時波埃院 貓佛林在這邊很不得已 大家知道嗎 以前他可以住的範圍那麼大 結果呢 我現在只能在這邊這幾個住 我只能在這邊苟延山 所以我跟他講說貓佛林不是喜歡在這裡 我是沒有地方去的 那兩件事情 第一個 在台北市這麼大的範圍還是有貓佛林在 是不是 他要的不多 但是呢 這個地方再開花他就沒了 他要的不多 你把這些樹留下來 他就可以活得下去 而且這種環境他都可以活得下去 你不能規劃比他更好的環境嗎 這很難嗎 不會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沒有預先去做一些處理 這個比方做沒了 好 那我再來看101的旁邊 這是就是剛才講到他的項山 對不對 那時候印象很深分 那時候也就是 就是捷運項山站 那時候他們是用那個叫中牆公園 在雲林旁邊的那個對不對 那時候就發現台北樹 所以後來那個 新一線後來有點嚴重 那包括他的設計也做了一些調整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工程師跑來找我 他說 哇那真衰 怎麼會弄到台北樹 好啦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拜託一下 台北樹要不住台北 你認為他應該去嗎 是不是 那我們就 好啦 那我們去看台北樹 我們就一起去看 那這就是台北樹要不住 就這樣子 謝謝當初設計不了的工程師 因為那我表寫過 高層有問題水抬不掉 所以讓水會激在那個地方 葉子會落到那個地方 所以台北樹要不住 在這邊 很卑微欸對不對 這樣子可以活得下去 也這樣子都不給我 太過分了吧 是不是 所以呢 要創造雙移很難嗎 不會 但是呢 前面沒有處理後面就沒有 這也是我們覺得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一塊 南港 其實南港戲子在這裡都不激動了 對不對 那是什麼 什麼地方 怎麼還有一個開地方 對不對 就是那個 不是 那個 那個二零二兵工廠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博家生機 剛才不好是跑去櫃的那一塊 是不是 好 因為它以前是二零二兵工廠 所以後來中年院 他們就想用它來做什麼 生機園區的發展 所以就引發了 那種 就是 衝突就對了 因為那種發展生機很重要 那 環平 強行通過 因為政府重大政策 通過完了以後呢 才想說 那我好像有點太過分了 所以想要做一點 做一點 補教 對 然後後來就 通過了以後才跑來找我們 他說環平審查了 衝突非常大 其中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人說 這個地方裡面來講話 有穿山腳 有白瓶心 有營火蟲 有飛鼠 然後他們就跟你講說 你跟我講的事情 都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大家聽得懂 意思嗎 是不是 現在 這麼樂道的地方 還有這些東西嗎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 做營火草吊草 那 這地方就是 為什麼呢 之前不能做調查 就是因為金氏重金 請勿基督 好 我們調查出來什麼東西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做這個調查時候 中研院的老師找我們的時候 我其實很質疑 質疑 為什麼 因為 大家知道嗎 就是說 要證明它沒有 比證明它有要來的困難 就好像鬼 是不是 你很難證明它沒有 大家會說 你沒有啊 你有三不五十在墳墓裡面 空暗房居嗎 你的調查要你不夠夠 是不是 或者是你包子很重 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的材料不夠 那我這樣就 就比較簡單說 我有看到對不對 我有看到 我看到 諸如此類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很怕擔心說 我們沒有調查到 人家會說怎麼樣 我們的調查 不夠精確 或不夠努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很質疑 然後後來我們就 那時候後來因為很多 NGO 還有包括學界 就是 反正環境已經通過了 那總是想說 能補救就補救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們後來去調查 結果後來我們就發現 我們去做調查 就發現我多慮了 因為你進去 所有物種都出來跟你抗議 所以什麼都調查到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這個也不過就是差不多 一年多一點的照片 所以我們就看到 我們來地形 射箱 穿三角 這我剛才講的 衝動跑出來 這是烏威風 那個鳥 烏群口塔 是不是 烏群口塔 那朵真的就 隨時都會起血 這是他躲太胖 他就落不去 我可以講這很重要 因為那朵會咬穿三角 朵如果咬穿三角 那穿三角 等一下有一段影片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後來那個 國際穿三角免費 後來重要的這段影片 那朵會移舊 你看 做做重複鏡頭 對不對 這個是人 所以那個軍事管制區請問進入 他才不會 這次是走在咬三角 然後從 1點50分咬到3點 02分 後來是穿三角色 但是到底是什麼 這是大隻的 小隻的怎麼辦 是不是 你看 這個狗真的是 所以後來 國際那個 蔡亞年會去跟我們要罐 所以那個狗真的是不能放到你不安心 這個對手 有掉失的聲音嗎 有啊 對不對 圍牆旁邊就大圍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來講說其實 我們都不總 沒有想像中 比我們那麼遠 藍牆 藍牆 你看 這圍牆旁邊 就大保育喔 對不對 這是一隻聳鼠 奇怪 為什麼要拍那聳鼠 是因為 有一次後頭上衣下來吃這隻聳鼠 然後他就在那邊表演那個實境秀 就是在那邊把那個 一路把那個吃不吃不吃完的那個過程 因為他跳到之後他帶不走 有沒有聽到車的聲音 對不對 啊 我講的是說 其實這些物種 你真的是 你看如果把這個地方把它變成是水泥的 對不對 他就沒有辦法 抓 對不對 找東西吃 這是 很努力在工作 找東西吃的有關 是不是 哇 這很可愛對不對 好 這是拆拆講的寶寶 寶寶 寶寶 是不是 超可愛 對不對 好 對不對 跳得好怎麼怎麼辦 對不對 好 這是 十人丘 就是白萬丘照在草蛇那一隻 那種過程 所以我們 你看 就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我們就可以 有那麼多很棒的這種鏡頭 可以讓大家來看 好 所以我們一共有調查到這種所有蝙蝠啊 六種啊 那不只是穿三角色相貌還是之前沒紀錄的 對我們調查 然後這一層 好 那很多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黃蜂洞啊 或者是那個 地堡那一類的 那就是出現這種 賞金禮服就在裡面做 這是 色相貌 那鳥類有多少種呢 有七十三種 對不對 好 爬蟲類也十七種 對 洋漆類十五種 他們 洋漆類種有多少種 也不過三十多種 可以看 是不是 對不對 各種 蝶類 百多種 漂亮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他四種 好 蜻蜓五十二 漂亮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陰火蟲四種 所以不是中國我說 它沒有陰火蟲 而是這個地方還有四種陰火蟲 是不是 好 這個是 來提醒你看 那個 那個鐵絲碗 是不是 好 就是跟著紅彈筆 因為我們在紅彈筆下面 就看到很多廢除的便便 所以我們在那邊 守株戴守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是不是 好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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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這邊我只能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真的是這些物質 我們認為很焦貴的物質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離我們那麼遠 我相信 2022閉工廠有的東西 這附近都有 我們這邊絕對不會比2022閉工廠上更差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其實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多多觀察自己周邊的環境 你就會看到不同的傾向 這張照片 我每次看到這張照片我都很感想 但不是說這張照片拍得多好 這是拍的那個人走了 齊國磊 那當初 他知道齊國磊以前是在工程單位 工務系統 他是做道路的 他早期他拍的是交流道之內 這種硬體的工程 那時候我跟他合作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想就是說 怎麼樣 就是說那個路線對生態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在做路線的時候呢 我們盡量不要對生態的影響那麼大 能夠有辦法解僻 所以就跟齊國磊合作 那他就拍了一個 就把那幾個鏡子都拍起來 那我們去做一些選擇的準備 本來我們調查完了以後 就發現這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那個工程師啊 就想要從這邊一路就這樣排過去 沒有很多人覺得說 你這個路線為什麼選擇 對生態最不友善的路線 感覺到好像是衝著他來了對不對 工程師跟你講說冤枉啊 為什麼 我不會以破壞生態環境為樂 但是我看出來的結果就是如此啊 不是嗎 那明明是什麼 所以這也是我後來 我往去就是跟盛欣還有明謙 然後我們去國發會 那時候是曾序正他在擔任那個 國發會副主委的時候我們在談 我那時候也講 台灣是有系統無益的在破壞我們的環境 很好玩喔 有系統但是是無益的 為什麼 以這個例子大家可以看出來 工程師選擇最不友善的方式來做他的設計 但是他不知道 原因是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做出最不好的設計來 因為表面上沒有告訴你要做這樣的選擇 但是實際上面一定是這麼做的 他選擇的路線 他能夠經過農曆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工廠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住宅區嗎 不行 他能夠經過哪裡 森林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很要維的現象 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為什麼我們常常要去跟他們做溝通 原因是因為 如果不跟你做溝通 你的選擇通常都是最大的選擇 很有趣 守護環境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去守護他 他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對環境最粗暴的 這個常常是一個很有趣 他不是那種等級上面的問題 而是 這時候你不出手 通常的選擇都是最大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 不是很奇怪 就是說這是一個很不好的一個處理的方式 如果說有在地的團體在 這時候我們就會把他抹起來 告訴他這地方有 貓頭應該住 所以呢 你應該把他也跟思維跟工廠跟 什麼 跟這些住這樣 是 不要講說一樣 但是你不能跟我說他是沒有價值的 他是有價值的 所以你還是應該要想辦法盡量去照顧他 這時候才有可能不是用最差的方案來做 那這個地方來講的話呢 為什麼他會資源很不錯 為什麼他的資格凝職 謝謝台電 蓋了個電塔在這邊 所以台電的電塔為原型 這塊給你只買不掉 是不是 大家不願意與電池脫物為理 是不是 但是貓頭應該不怕 可能應該都不知道 是不是 那總之來講的話 很多事情他是有脈絡的 我們常講說環境守護他不是很盲目的 他應該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哪些地方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們的守護就集中在那些地方 讓他有價值 你在這邊解說 你在這邊做環境教育 你在這邊做任何的事情 都對這個地方的守護是有利益的 讓他以後所有的人 想要動這一塊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喔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有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而這時候至少讓規劃的人 老性偏有這樣的概念 他就不會做出最大的選擇出來 而不是等到他現化出來以後呢 然後才怎麼樣 才在那邊吵架 而是盡量早期協助你 不要做錯事情 比起你做錯事情以後 我在修理你 一樣花一樣的時間 一樣的力氣 但是讓結果不一樣 整個的那個過程來講也不一樣 所以在地的守護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不管是說對環境守護 甚至包括這個協助工程師不要被罵 是不是 你如果你沒有跟社大 你沒有跟我們這些夥伴 在談這些事情 我們就沒有辦法把我們擔憂的事情跟你說 那你做完設計了以後呢 然後我再來罵你 這其實感覺到好像大家都輸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慢慢我們藉由這個守護 讓這個地方的公務人員 習慣在這個地方 動任何的事情都來跟我們談 都來跟我們商量 那這時候我會告訴他 你可能只想到一個好處 但是他可能有五六個壞處 你都沒有顧 這五六個壞處 一個人稱讚你 我五六個人在罵你 你何苦來戰 所以呢 你應該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除了要得到那個好處以外 你應該也要避免這種壞處的產生 這種對他也好對我們也好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這個 在地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所以一樣的道路 他的物理性的變化 移動的障礙機率的損失 排水系統 他可能都會造成一些問題 我們就要一下一下的來跟他講 然後一下一下很仔細的去告訴他 你再一下去 可能造成的事態 可能會是怎麼樣 藉由這樣的互動 我們希望是能夠達到雙頭的一個這樣俏 那更多的話 我們就盡量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於環境來講 我的影響是降到最低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工程就是這樣子 這條路 這個後來發現 因為環境很不錯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來走 很多人駕駛的時候 甚至來講話 可能都會塞車 人的塞車 所以工夫們 為了展現我的誠意 我要把它扩寬 是不是 然後我扩寬 就變這樣子 是不是 變這樣子 請問一下 這樣子我舒服還是這樣子 是不是 對 我要來做一次享受它 結果你為了要讓我走的舒服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 然後我們要變少了 以後工夫人就開始思考 變少了 所以呢 是不是交通有點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這樣 是嗎 是不是 所以用很多事情來講 我們就看到 用很多事情是很莫倒 但是我們的很多的這種 建設來講話 很多想的事情就是這麼的 要怎麼講 就是實在太單一了 就是你處理一件事情 但是你又忘記 為什麼要處理它的本意 有說法來消失 這就是我們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這種溫氏管 等等之類的一個 腳石 那 不只是道路 還有很多的人工構造物 它其實來講的話 你看 很多都這麼很多磁壁的 這樣子的設計 很多物種掉進去 它其實都出不來 不然是淹死而曬死的 所以我以前 我在科馬做調查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 常常這個 做氧氣滑蟲的調查 那氧氣滑蟲 很多特別是像烏龜 對不對 就是它的那個 爬的能力比較差 所以我很喜歡 也就是那個開潛鍋走 因為開潛鍋就是最好的 調查率 物種調查是一種好吃 那所以 對喔 常常一邊它排水溝在那邊走 對不對 然後在調查 那我一下在那邊 我去那奧萬大的時候 他們路上 有一個很 那排水溝到最後 會縮成一個排水井 一個很深 然後像一個池子一樣的地方 然後 然後再把水給開掉 然後有一個開始 很大 然後我去看 哇 裡面有六條蛇 在那裡面 然後 然後我就把那六條蛇 做他們的標記 就想說 這個到底 這會怎麼樣 然後隔人半年去看它 六條變七條 蛤 又掉了 對 那蛇為什麼不會死 因為會有假物種標記 對 因為蛇在裡面坐牢 青蛙也在裡面坐牢 所以青蛙也在裡面坐牢 對阿 在那邊就這樣 我這邊 那其實旁邊只要有一個樹枝或什麼樣 只要在那邊 他們從頭都出回來 我的意思是說 有很多事情 他其實 要為了他們做的事情 真的不難 加兩一點 我真的很強調這一點 但是 真的是我們台灣這一點點都不遠 這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你看 那個 那個 這是一個車沙子 結果裡面就繞到 穿三角 一樣兩隻 出不來 都被掉進去 你看 好多好 對不對 像這隻幾歲 像7萬華 A1 是不是 也是一樣 你這樣有一面 做成斜面 它就都出來了 是不是 我當然不是說 就這都是要解決問題 但是有些問題發生了以後 你要去處理它裡面 我們常常都會不會 所以大家有時候去看 既有個步道 你就可以去看 有沒有一些物種就會在裡面 是不是 稍微做一點調整 他們都可以得到很多好處 這個計算點 有沒有 這邊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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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同事把他救起來 有沒有 是不是 那同事後來 回來跟我講說 舊了穿三角 我就覺得 我那邊心情又不是很好 因為我還沒有摸摸穿三角 你看 烏龜應該叫它怎麼出來 是不是 對不對 這是國外 你看 一面形的面 它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做很多 後來很多工程師就做了 好 我們就做很多的斜面的設計 結果呢 斜面設計 做錯地方 烏龜往這邊走 被車子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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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看 說這個叫動物通道 這到底是 這是找誰的麻煩 我又不拍進去 你看 各式各樣的 所以你看 小小的一個派水工 你都有可能造成 很多的這種傷口 或者是損害 對不對 好 這裡 你看 這個派水也是一樣 那很多物種就曬乾 因為水有沒有 對不對 出不來 然後很多物種就 就 這是我們看到很多的農地 是不是 你看這裡面物種要怎麼出來 這個種有機 那種有機以後 然後就說 有機就是對生態是友善的 是嗎 未必喔 對不對 下次來講到有機 有機時是你不用農藥 不用化肥而已 對不對 物種是未必是友善 所以後來 有些人他們做友機以後 他們就是認為 他們對環境是友善 所以就要找我們去做調查 結果我們後來發現 有很多的有機田 他們那個環境的 那物種狀況 比那個外星的還糟糕 因為有些 你看 像這個 物種怎麼過去 對不對 主會又會飛 那你看 一百公尺尺 也會再是十字尺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所以不是只有道路 還有他旁邊的附屬的設施 包括他排水溝等等之類的 像這也是一樣 這就是那個 調查之後發現很多的那個青蛙乾 蛇乾 因為他這個地方排水不良 所以下雨的時候會激水 所以就會讓很多的物種 我互以為這是好地方 是不是 他以為這是有水 長年有水 但事實上不是 他是下雨的時候 在那邊會激水 所以隔了那一陣子 那水就會乾掉 他在附屬就跑過來 那車子一開 這個地方就遍地的這個青蛙的屍體 那很多國外就很重視這些事情 用很多小的設計 這邊我就不太多說了 這是很多的這種 這大動物可以出來的一些 這個工法或一些技術 這也是一樣 你排水溝做成的樣子 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一樣可以達到很好的一個效果 這是出面的案件 那很多人就說 我為了那個動物好 我就給他做的那個東西給他用 那時候看到我就覺得 那真的很傷腦筋 就是很多東西讓我就是自以為是 很多東西就是要有物種的角度 裡面去考量他要的東西 不是說我做給他 那你他不理情 那你還怪他 這也是很奇怪 那這是有一些這種 就是說 看起來也有一點好笑的 動物通道 就是我以為我是為你好 但是未必好 比如說像這個排水溝 欸看起來已經有散了 所以牧手可以從這邊上來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牧手他其實 他就連著他那個像一種 特別是像老鼠那一種 是不是 他不會過去 他就連著這邊 就連著我走過去 也別走的客人 所以你要按照他的喜慶來做 那像這也是一樣 他跟我講說平均坡度45度 但是後來發現不是 很多東西不是看平均 有一個地方來講過不去就過不去 是不是 那像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例子是他們說 這地方會造成阻隔 所以請我去做魚梯 我後來我剛才講說我不要做 他問問我說為什麼我不做魚梯 我說很簡單 這個爸要做魚梯 那下面有沒有爸 他說有 那上面有沒有爸 有 那下面爸有做魚梯嗎 沒有 上面爸有沒有做魚梯 沒有 那我中間做這次應該要給誰走 大家 那像做無障梯空間 你剛剛跟我講說 做二樓到三樓 一樓到二樓 不是我這間工程 是不是 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 但是 所以很多人 我們看到很多東西 那我這個地方 我做魚梯 我做什麼東西 那事實上來講 那都是很敷衍的 就跟我們 不要講說我們對雲 要不走的敷衍 我們對人都很敷衍 是不是 我們做很多無障梯空間 你看它拼到哪去 是不是 那我們做很多的聽小聲 聽下道 到最後來講話 使用者 很多都是 對不對 那個 無家可貴的人 等等之類 那不是說 不可以用 這不是我們原先所設定 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們做零一個事情 我們就做另外一個事情 來去解決它 但是我們可以用 做免生的別的問題 我們每次我們都把很多資源 這樣子不斷的熱浪費 很可惜 這是日本他們小學生 他們就是到排水溝 他們就用那個棕嶺 然後就把它綁起來 然後呢 就做成這樣子 然後就從那個水溝 這樣子垂下去 那青蛙 物心物種 就可以順著那個溝壁 這樣把它爬出來 這就很適合怎麼樣 設大 如果有看到有些地方 對不對 那會為什麼掉下去 跑出來 那就可以做這樣一個使用 那這邊我們帶到 像個就是 之前更清理步道裡面 我們在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手作步道 在這個很慢的過程裡面 你才能夠掌握最細緻的資源 然後呢 才能夠抓到最根本的這種條件 然後呢 很細緻的去考量周邊的物種跟地景 包括它的人為 然後呢 做出一個可以融入地景 對環境影響最小的一個步道 在這步道裡面來講話呢 我們可以欣賞到或觀察到 我們更有機會欣賞到或觀察到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而不是做完步道完了以後 我們想看到的東西 從此以後離我們而去 這是一個非常最核心的一個環境 我想接下來明星應該也會再跟大家說 所以走到那個地方 然後呢 看到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告訴要做的人 然後怎麼樣去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 然後呢 透到問題 我們就先回避它 不要影響到它 再下來我們就盡量去縮小 我們的那個影響的範圍 再下來去做一些減輕的措施 比如像剛才講到 那物種掉下去不要逃不出來 最後呢 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做一些補償 針對它的需求 我們可以為它做一些事情 觀察到發現它有所不足 那我可以幫助它 那這樣的話也說 做完了以後 對環境來講 搞不好不再不為我影響 可能還可以留一些證明的一些效益 那這有一些操作的一些原則 包括一些植物的遺食等等之類的 這我就時間關係 接下來應該也會做這些事情 那比如說過水路的時候 你在使用這些食材 你就不能從已經在濕的地方裡面去取 因為任何石頭上面都有很多的生物在使用它 所以大家在那河川走到西間的時候 你們要看很多的生物 他們就把石頭拿起來搬到後面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浮油 很多的食餐兒等等之類的 所以算是一些細節的關鍵 當然更重要的是 絕對不要讓這條步道變成外來種進出 或者是從這邊進去 不只是我要不要用外來走 有時候因為我在一個地方 你把環境打開掉 所以很多伴野種就比較容易進去 進去以後就好像是一個 叫做那種 像一個傷口一樣 它有時候它就會退攔 然後它就會影響到更多的各種物種 像這部分我們要怎麼去定 那最直接的就是 路浮一定要小 越小你的影響就越大 如果說 山頭開刀有山頭 是不可免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你也要想辦法把那個山頭 越小越好 這我們講的違法所思 對不對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還有我們要注意到就是說 很多的路它有衍生影響 路本身不是結果 路有時候會帶動別的一種使用的方式 幾個例子 這是在那個 叫做武界 在南國武界 那時候我在做魚類的調查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怎麼 有一陣子那個魚的狀況都不是很好 那我就很納悶 然後今天後來就聽到我上流 就是有那轟轟轟轟的聲音 那我就嚇一跳 以為是要怎麼爆發 然後帶著行李妹就往岸邊衝 就抽完以後就看到那個 一路下來 這種四輪纏動的車子 至少十幾台 就這樣不笑得過 然後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看著它 他們也看著我們 然後 就 他們問我們在做什麼 我說 我們在做調查 但是我們的魚都被你嚇壞 是不是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們要做什麼 他說他要到下游的那種 左水系的主流 有個地方很漂亮 叫石層湖 但他絕對不能開始去 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說 車子很容易陷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那地方很危險喔 你們不要去 結果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買這種車就是要去哪個地方 是不是 要不然他買這種車幹嘛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看著他們就下去 那我們就 他說也不用調查了 我就東西收一收就往岸上走 那一往岸上走 一開始下雨 那一面下雨 就聽到後面那個雪地面那邊低伏 我說 那又不開車下來 對不對 然後那個東西 中那一路走在那裡 那一路走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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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也沒者 那最後一上去以後 走很辛苦上去 然後就看新聞 新聞就說 啊 山區突然下大雨 然後呢 五屆地區有十多台的車子 被困在石層湖那邊租過來 然後又怪手一支怪手一支一支 把他們拉上來 就 那個 就問啊 好死不死 就問到那個跟我講說 他們就是要開始下去那個人 然後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下來幹嘛 啊 不要說了 我沒有說要躲進 台灣的那種環境 就是很多東西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做很多東西要很堅固 對不對 耐用 但是在台灣的地質的狀況 然後耐用這件事情就不應該發生 有一篇文獻講全世界的河川 跟穩定的程度 然後他把全世界的河川分成四個等級 我那時候最穩定 他舉了一個 美國的一個河川 然後不穩定舉了一個歐洲的河川 然後 不穩定他舉了一個非洲的河川 極度不穩定他舉台灣左水系 對他而言 在台灣的左水系這樣的環境裡面來講 所有的這種 就是說 那種叫做 他的建議是 所有的工程都要有那種隨時壞掉的組別 那我們 所以呢 我們應該做的方法是調適 就是萬一被摧毀了 我們可以很快的忽略 而我們不要去想說 這個東西不會壞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就像剛才講到 我們台中多地質路的組織 我們有太多的工錢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的是 他不應該是 以他不會壞不會變去做很大的建設 而是我們應該要用更多管理的手段來取代新的工程 而這種管理的手段 最好是靠著大家的幫忙來去做這件事情 你看工部門 做一個什麼 隨便一個工程幾千萬上億 這東西如果做是變成是社區 用來維護環境 看我們可以用多久 是不是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很多的工部門就說 我們現在應該要有 硬體思維慢慢轉為軟體思維 用很多的新建工程慢慢改成 用管理的手段 那開發中國家 並以開發國家差在什麼地方 以開發國家意思就是說 該做都做完了 所以他們的養護經費是很高的 那台灣既然我們已經號稱 我們是以開發國家制定 我們用錢的方式應該也要做些調整 所以步道不應該是像以前的方式 就是那種大建設 那種快速的思考 而是慢慢要更融合這個地方的生態 融合這邊的文化 融合更多的人去守護它 而不是做完一個手作步道 做完一個步道或做一個工程 然後每個人都變成了旁觀者 然後每個人經過都可以隨便幫他們養具 路面也壞掉了 然後國遊也沒有 這個也裂掉了 那你永遠都很多東西在買 那工程是用很辛苦的 一直聽著很多的名單等等 很多事情都做不完 那就變成很多的錢 會這樣不斷的浪費 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 最後我只是想講的就是說 台灣有非常多珍貴的資源 但是我們真的很不珍惜它 我們稍微留意一下 它其實可以帶給我們非常多的好處 跟我們很多的享受 這個絕對不是這種好像遙不可及 因為我們的台灣的路種 真的很好照顧 比我們上海中的同意更多 那就跟大家分享我們這邊 謝謝 謝謝 謝謝